欸 還會不會覺得台灣人太軟了是不是 很軟 但會有一點很危險 你知道嗎 我只有聽過帥到分手耶 所以這個死雞他真的太誇張 他一直摸他的臉這樣子 然後就是快要睡覺 然後亂開車坐坐又要 台灣有嘻哈不行嗎 對啊 我從來沒有去過韓國 就跟金銘哉說 欸 我可能就是要去菩薩 大家都說 歡迎啊 菩薩 可以啊 我就介紹很多朋友 他們一定會帶你去玩 到了石頭 他沒有一個人介紹給我認識 只有他弟弟 結果他弟弟讓我請客 所有的錢都是會要自己付 對 我想跟你講三件事情 他等這一集等了很久耶 他知道你跟我說你要去補餐 可是 明明就是你去過兩天之前 你跟我說的 你以為我的朋友都跟你一樣很閒哦 你回來之後你就跟我說 金銘先生很謝謝你很喜歡 現在現場跟大家說這樣子 你很小氣耶 假小聲 你像 土地屬啊 這個你還不知道 我們美國人就是假友善嗎 老外一般給人印象 就是態度隨和又好相處 但其實他們有不為人知的黑暗面 今天各國新男們就要來自白 到底他們是好相處 還是假友善呢 大家認為哪個國家最難相處或假友善 我認為是美國 美國 對 如果你了解杜立的話 你就會理解為什麼 我覺得杜立的友善非常 他真的假到不行 對 但是 兩面倒不行 但是 但是杜立不代表美國 杜立代表杜立 對 杜立國 所以他丟美國人的臉 我覺得杜立都講那種 他帶著一個很誇張的笑容 講一些台灣人很想聽的話 我們之前參加一個派對 那邊有一個 大概五十歲左右的女生 就是長得那種愛型的 然後他走過來 然後杜立就 真的笑容很簡單 美女,你好 你今天好漂亮 看起來好年輕哦 你要不要來一杯 好開心 好多帥個美女們在這邊 他有像你這樣咬牙齒 他臉有抽筋 對 就是 他是杜立的好朋友 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聊個幾分鐘 然後那個女生走了 然後我就問杜立 那個女生是誰 他說 就超過了 太假了 沒有,這個你要了解 莎盛,你前面講的一句話 非常重要 就是講一些台灣人喜歡聽的 是不是 我講的都是台灣人要聽的 你什麼都不會講 你這不是假的嗎 不是,杜立 你這樣是以前在美國就這樣 還是你來台灣 受到台灣人這種文化 影響 這是當然是 跟台灣學的啊 所以你以前不會這樣 沒有 因為台灣人真的是 很假 喂 會嗎 沒有,還好 我覺得美國人 這是一種禮貌 對我來說是一種禮貌 就是看到一個人 就是要... 不一樣 對啊,就是要這樣 不一樣的禮貌 因為美國人不會誇獎 這麼誇張 在美國 台灣就會 每一個人都是 帥哥、美女 對,帥哥、美女 特別是你忘記他們的名字 我在路上 隨便人家 隨便一個人要跟我拍照 我就說 謝謝帥哥、謝謝美女 台灣人都是這樣子講 不是嗎 沒有,不是 台灣人都是說 忘記名字都說 親愛的 每一個都親愛的 每一個都親愛的 那如果你現在把這一招 拿回去美國用的話 會怎麼樣 其實美國有機會 很奇怪 不只是杜立 就是美國人都是 因為我小時候學... 就是長得跟杜立 很像的黑人老師 什麼 OK 這樣子 笑得很像的 黑人老師學英文 然後我學了 跟他學了一年多 然後就他每次都對我很和尚 就善良 然後就我們聊得很開心 然後我也學得很開心 但是我沒辦法繼續學英文 所以就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我想要跟他感謝 就是感謝此 謝謝老師 這個一年多照顧的 然後我就大概說了一兩句 就他說 好,時間到了 謝謝 拜拜 好運 走了 我跟你的友情 有這麼的錢嗎 因為就是... 就是你上課 他已經把他所有要拿到的 薪水已經拿好 是不是 是 下課為什麼還要繼續跟你當朋友 而且我發現 你上英文課上了一年多 但是你英文還是很差 這個老師還是要浪費很多時間 在你身上跟你聊天幹嘛 上禮拜坐飛機 我就從美國回來 然後我旁邊坐一個美國人 看起來就是文職彬彬這樣子 你知道美國人其實 我自己本人 我是很怕不認識的人 要一竿聊 可是你知道美國人就很愛聊 真的 就一坐下 對,他就在飛機上就開始 你好啊 你也是到台灣啊 什麼什麼 台灣哪裡好吃 哪裡好玩 你就開始了 我們大概就聊了 大概至少一個小時 其實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一個小時 滿久的耶 好厲害 就坐你旁邊嗎 就坐旁邊 我們兩個就坐旁邊 我好怕這一種 我也好怕 你知道其實我一直想... 那你應該把你那個 餐板拿起來擋到他這裡啊 怎麼講 會不會太明顯 最好是 結果你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人其實還滿好的 其實他還告訴我說 他的老婆、小孩 他家人、他工作 其實一般美國人 不會講到自己的隱私 就會覺得 他把你真的當朋友 你知道只差 我沒有跟他講說 那我們就要換Line好了 反正來台灣我請吃飯 還好我沒有 好啦 送餐什麼通通結束之後 那飛機就關燈 因為長城嘛 那大家就要睡覺休息 那他就睡覺了 可是我因為我睡不著 我就把燈打開 因為飛機裡面很暗 我就把我的燈打開 我在撈我的包包 在撈東西 結果他可能因為燈很亮 他就轉過來跟我說 對不起 我在睡覺 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說對不起 我在睡覺 他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知道 我就說OK 對不起 我還跟他解釋說 抱歉 我只是拿一下東西馬上就好 他就OK 可是他當時的臉 就是已經跟他當初跟我聊天 完全就變兩臉 變超冷漠 大概不到20秒 他轉回來跟我說 小姐 不好意思 他就用英文跟我講 不好意思 你已經影響到我了 你可以關燈嗎 我想說 大哥 不到20秒 我可以找個東西 那時候我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 你知道我讓你試試看 台灣女人的厲害 你就跟他講說 對不起 我不明白英文 對 沒有 沒有 我就跟他講 因為他講很多 他說什麼 這是他的權益 他就說他要睡覺 這是他的權益 他希望我關燈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不好意思 這也是我的權益 然後因為我需要 我需要這個燈光找東西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麻煩你戴眼罩 對 我覺得只是美國人比較直接 對 他覺得我們聊天 沒問題 可是你惹到我 我還是跟你講 可是我不會很生氣 就像鄰居告完 你還是可以來跟你聊天啊 對 真的啊 對 一下子就過了 你看 你把那些痴情放在你心裡 那麼久幹嘛 你一直開著燈 他也很不舒服啊 讓他忍住的話 我覺得東方人就會忍住 不講話 對 這倒是 誰 可是美國人就說 你可以關燈 對 那你不關燈 好 那我們再吵 你關燈就關燈了 可是我要把我的意見 一定要講出來 至少要講出來 我不可能一直悶在心裡 我覺得這是美國人的態度 但我不管 對 我就是要開燈 那你就開燈啊 對 其實我也真的很搞不懂 講到韓國了嗎 對 那這一集就開始了 沒有 他現在 你要罵美國嗎 他現在在講美國 又要講 他要講都要講美國 真的搞不懂美國人的行為 因為我們亞洲人其實在外面 如果遇到那個不認識的話 我們其實不太跟人家聊天嘛 對 就打家呼嘛 可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外面路上走路 或者是電梯裡面 就跟美國人對到眼 他們都已經會先跟我說 嗨 好啊 有什麼 你今天真的很好看什麼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 這個故事就是假的 沒有一個美國人會覺得 你很好看好嗎 是 是真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 所以我也想 很認真跟他們回答 所以我想好 我想好 那我這個從韓國買的 我要跟他講的時候 他們就馬上一 轉脫去看別的地方 對 就是一秒就這樣 嗨 好啊 結果 就沒有 就這樣啊 你不懂了 完全不就讓他們韓國了解 那個只是美國人的一種空間 他的一個自己個人的空間 因為你在電梯裡很小 他看到你 他只是禮貌上跟你打個招呼 他不是要跟你聊天 經理在 在電梯裡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一場傷眼而已 他就是說嗨就好 他就是說嗨 因為他覺得很怪 你都對... 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你對到眼了 對 你不講話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他只說 嗨 你今天穿很棒 你今天穿很棒 對 他不是要跟你聊天 只是因為你的空間 兩人的空間 就是那個氣氛會很奇怪 你已經對到眼啊 你都不要講話 或者是有時候在走廊 有時候走廊美國人會說 早上,你怎麼做 就這樣子 所以這只是一個文化 那不是 他真的不想跟你聊天 所以你也不要想 你要跟他聊天 你就憋子笑一笑愛 是這樣子嗎 最簡單的就是 他說什麼 你就說什麼就OK了 對 我覺得美國人真的是有一點 有時候會騙到我們的真誠 因為像我之前去紐約 好險只是真誠 不然會騙什麼 不是真情 我也是滿想被騙真情 真愛 對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去紐約 然後跟一群朋友吃飯 然後想說認識新朋友 他們一開始說好熱情 說 嗨 妳去紐約方便嗎 OK的 我坐飛機 然後他們就跟我打招說 嗨,Iris 很高興認識你 然後好開心、好熱情 然後一說說 Iris 很迷你 好 對 然後 你看好沒禮貌 然後接著我們就開始吃飯聊天 可是他們可能就開始發現 我英文沒有很好 我可能聽得懂得像 可是我沒辦法對話 因為我就可能聽力OK 但我可能沒辦法講得跟他們一樣 因為紐約人又比LA講得更快 對 他們根本不等你 他們就... 不... 講這樣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這樣 然後接著他們 一開始很熱情 開始就不看我了 就這樣子 然後就把我當空氣 然後那個飯櫛 然後他們真的看不到你啊 看得到 他們剛開始跟我熱情打招呼 然後接下來兩個小時 我就變空氣了 會不會是他們其實這個談話當中 他們有問了一些問題 可是因為你聽不懂沒回答他們 可是我就有這樣子 我知道 然後講得很慢 他們就覺得 可憐 Iris 不能講話 我有講話 我不是有嗎 然後接下來兩個小時 我就開始覺得我是空氣了 我就很難過 覺得沒辦法融入 但是我有跟他們講說 我可能下幾個月要去那個 上海工作這樣子 有提到這件事情 那他們那個在現場也沒什麼回應 因為後來我們就去續 我想說完了 兩個小時被當空氣 我還要跟他們去續團 我就覺得很擔心 結果後來去續團 就是有一個人就過來就說 你說你要去上海是不是 我很熟啊 講中文啊 他根本會講中文 就在那個剛剛的飯櫛 他完全不跟我講話 你那天是自己一個人去嗎 就是有跟朋友 那你那個女生朋友證嗎 疑惑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受傷 覺得說美國人 一開始的熱情都是假的 後來他們就把我當空氣 然後根本還會講中文 還不理我 你說說啊 小優美女 我先跟你說 你到底懂不懂 你的問題在哪裡 他每一個人都有問題 我真的有問題 真的 什麼問題 你說啊 因為你一開始 你都沒有回答 他們就 他們跟你講話就是很累 就知道你這個人 都不會講英文 然後要繼續講一些 比較深一點的話題 你可能不了解 那就選擇不要跟你聊啊 可是還是可以看我 他們就是 就是 覺得跟你聊天沒有回應啊 所以你們一開始 那熱情都假的 後面就把人家當空氣啊 沒有 不是假的 一趟熱情不是假的 是一開始 你假會英文是真的 對 真的 對啊 美國人真的是假友善的 就是我的表哥 他就是一個在美國整大的台灣人 然後我去美國之前 我就問他 美國人很好相處嗎 他說 我說這麼講 這麼說呢 他說 他在美國整大的對不對 他說 跟美國人當地交朋友 非常的困難 然後他最嚇到一定是什麼 由於是他們的學校 去辦一個旅遊的行程 然後所有同學都去亞洲玩 那些一直對他不好的好朋友 就是因為他會講中文 就開始突然變成他好朋友 沒有 太假了 你懂嗎 就是因為去 賴亞洲 就開始跟我表哥就是 變成很好 我的表哥就很開心 就想說 找到了一個機會 跟美國人當好朋友 結果回到美國 回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那些好朋友 又不好了 對 然後等到我去美國的時候 一樣的狀況 我去那邊念了一年的書 那些美國的同學 他就是把我們這些窮的 南美洲的同學 去那邊念書的時候 都一直欺負我們 然後一直在那邊 就是上課的時候 或者是在說什麼和平 可是我覺得 美國人是最難勝負的 舞陽剛剛你跟講到說 你以前念書的時候 美國同學怎麼欺負你 就是他們會開一些 很賞人的往下 比如說他們知道是從巴西來的吧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 一開始 私底下跟我還OK 可是上課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據說問老師 老師我聽說巴西都是三年耶 所以舞陽的 念句都是猴子之類的嗎 可是 你懂嗎 這些 我什麼時候亂講 你不是都講賈士丁 什麼家裡出來都不是路 還是什麼呢 賈士丁住的環境真的是這樣啊 他從小最好的玩伴就是灰熊啊 你看 就是你這種人 好 那除了美國以外呢 大家還有覺得哪個國家 巴西 怎麼可能 巴西 沒有說真的 因為大家都是說 巴西人都好熱情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是覺得他們 好像也有一點假友善了 那應該是說 因為我有一個巴西朋友 然後他 他坐在你後面嗎 其實不是 其實沒有 但是呢 他就是 他什麼舉 就是他每次參加 他都是很熱情的 可是很快就散了 每次都是很快 那從你講的 故事豪他是我們家的飛丹尼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不好說 飛丹尼 對 然後因為他就是感覺 就是每一次都是去 然後很熱情參加 可是就是 就是像有一次 Fabio就帶了我們巴西的這個朋友 去參加我朋友的一個生日 我都不知道 是他去那邊的那個生日嘛 然後 然後飛... 那個巴西人他就... 都說出來了 沒有哦 他是要講廢太太哦 廢太太,對 廢太... 對... 看吧 好不好那個 巴西的朋友 然後他就是去那邊 然後超熱情的 跟大家都是 就是感覺很熟 尤其是壽星嘛 一直跟他們聊天 其實他跟壽星才第一天見面 對,第一次見面嘛 就是很熱情 然後一直都是就是 在講話 然後跟他們喝酒 然後就是 就很開心就這樣子 然後裝熟熟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很快就散了 重點是 就隔了兩三天啊 在東區哦 他就遇到了這個壽星 完全不記得他 還以為他是粉絲 所以說 所以你要跟我拍照嗎 好失禮哦 那我們不要... 不然我們問你巴西 覺得哪一國人比較那個好了啦 假友善 日本 肯定... 日本 日本 真的 日本 你們好誇張哦 真的好誇張 就是我在台灣 我那時候找到一個非常還不錯的一個 日本的好朋友 然後我以為他很好 所以都一直很主動約他去喝酒 然後他就一直很快樂 跟我喝酒哦 回去跟我出去玩喝酒 然後有一天 我媽在那邊一直喝一杯聊天 一杯喝一杯聊天 你們很好相處 然後剛好我們進來一個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個人又進來了 我說那是誰啊 很討厭的一個人 我說他怎麼了 他說沒有就不喜歡這個人啊 然後那個人就慢慢地走過來 然後就跟我們打招呼 這個我的朋友 我說 欸 歐斯斯就是 你們日本人什麼好兄弟一樣的感覺 你好你好 來喝一杯 來喝一杯 然後就請坐請坐 然後說 哇塞 感覺是好朋友耶 然後他們聊了快一個多小時 蛤啊 然後我覺得那個 他討厭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人還不錯啊 這麼這麼 哪裡不好 反正他一直覺得不好 好 喝完了酒 大家就回家了吧 然後就開始自己忙了 然後也忘了 就是打給我自己的這個 日本的朋友 就發現 而且我完全不聯絡了 那我想說 他故意的邁思怎麼樣 可是我沒有想太多 有一天我在路上 就遇到我朋友討厭的那個人 然後就 哈囉好久不見了 我們上次是不是見面 他說 對啊 你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的 都怎麼樣 然後他跟我說 你最近有聯絡他嗎 我說沒有 然後你呢 有聯絡他嗎 他說沒有 我已經沒有跟那個 日本人聯絡了 我說為什麼 然後他跟我說 因為我們現在好多朋友群 就知道了 那個 但在他的背後面就是 說壞話 壞話 好 好 就是你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像是那個人的問題啊 對 就是那個人的問題 是不是夢多 沒有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是 沒有 但是一定哪一個人 都會有這樣子的人嘛 他可能是這個人 真的是不好 但是其實日本人真的是 如果被約 主動被主動約 就 其實不想去 其實不喜歡你 也是 還是答應說 好 我去 這個是日本人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跟美國 對 美國不一樣的就是 美國是完全就說 NO 我們不是朋友 因為很直接嘛 就不會浪費這個時間 我們無法 其實他們 日本人很多這種耶 你以為他答應你 其實他未必是答應你 對 譬如說 你最近好嗎 然後這邊聊聊 然後就拜拜的時候 日本人說 下次一起吃飯囉 對 那個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 永遠再見囉 的意思 我 是假的 你們好假喔 如果真的要跟你約呢 對 真的要跟你約 你幾月幾號有空嗎 直接約 你幾點有空 就會比較有具體的感覺 對 對 比如說我們下個禮拜之類的 如果你就是說下一次 那就是直接 拜拜 約約就是 對 不要拒絕 所以孟多 但是跟你講一個 對 要約就是真的馬上約 有時間的 時間在哪裡 電話 孟多就是跟我這樣子說了 已經兩年多了 下次一起吃飯囉 兩年多了 你就是不要處理 孟多也很常跟我說 下次一起約吃飯耶 都是假的 對 那你也很常跟我們說 下次一起聚餐 加油散 對 那還有其他國家嗎 你們覺得 這個國家我覺得 其實不用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 韓國 為什麼要被聚焦 韓國人就是加油散 真的 很定 我想說前面怎麼 每個國家都講那麼快 因為大家都是假 半集是要留給韓國 對 很像是反韓國 而且韓國這一段 我們接受call in 我跟你說 我來上這個節目多久 已經兩三年 快三年是不是 是 那就 我們每次遇到一些 不同的韓國人 我們就是遇到一個 Soul War 一個 Degg 還有我還有 蒲山 然後就是 我從來沒有去過韓國 我想說 就是要找個機會去韓國 然後就跟金凌在說 我可能就是要去蒲山 就是她 她的 故鄉 故鄉 她就說 蒲山 可以啊 我蒲山有很多朋友 然後也認識很多打老闆 然後就是你去那邊 我就介紹很多朋友 他們一定會帶你去玩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我說好啊 然後就找個機會 買到機票 我就說 我下禮拜就是要去蒲山 他說可以 我跟你說 在那邊 我介紹很多朋友給你認識 她講得好像是 蒲山 對 因為很多東西 都是韓國發明的 對 然後想說 好 他 他竟這樣子講 然後就去嘛 然後就去 到了石頭 他沒有一個人 介紹給我認識 只有他弟弟 他不是也不在嗎 他 他不在嘛 他不在 他還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沒關係 至少他就介紹 他的弟弟 然後就約他的弟弟出來 吃個飯 我們吃 一直吃 一直喝 結果 結果 他弟弟 幫我請客 所有的錢都是會要自己付 那其他的時間 他弟弟根本沒有什麼時間 那他連一個地方介紹 他介紹我去的地方 一個地方都沒有 他我待在蒲山四天 五天這樣子 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做到 也沒遇到僵尸 我 我覺得 因為蒲山就是 私宿列車的終點站 對 是嗎 你應該不知道 你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想跟你講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他等這一集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他忍了很久 三件耶 他三件事情 我知道你跟我說 你要去捕山 可是 明明就是你去過兩天之前 你跟我說的 你以為我的朋友都跟你一樣 很閒喔 而且 第二個問題 我弟弟 所以我叫我弟弟 帶你去吃飯什麼的 可是我弟弟沒有錢 根本就不是我的 這個就是 而且你是長輩 你不能請他吃嗎 對 因為他們都是長輩要付錢 而且重點就是這個 你回來之後 你就跟我說 金明姐很謝謝 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韓國 可是你心裡想這樣子 很多保援 現在現場跟大家說這樣子 你很小氣耶 金明姐 加油上 加油上 金明姐 金明姐 加油上 金明姐 這個 你還不知道 我們美國人就是 加油上嗎 那你還敢攻擊人家 可以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說呢 為什麼跟大家說呢 對 就是 表面上回來說 很好玩 謝謝你 對 然後在節目上面 加油上 大獎特獎 我覺得 我覺得看韓國人跟美國人互鬥 好好玩 對啊 真的好好笑 肚立輸了啦你 我哪有輸好不好 還沒有講 還沒有講 就輸了 你給我一些時間 想一下 我好像是好 還是韓國人 韓國人真的是世界難相處的 我坐在這邊就想到好多故事 對啊 就隨便 你知道嗎 我隨便可能是去P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阿桑他就是可能想要吃飯 因為你們韓國人是覺得吃飯很嚴重 對 他們只看到他在吃飯 他就說 你不要嘛 你走啦 他會這樣 就這樣卡卡卡把我乾爽 然後我印象最深 有一次我真的氣到爆炸是 有一次我去投訴一間旅館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 然後旅館都滿了 所以我們當天我們朋友就說 那你去找這間飯店一定有房間 我們就到了一個巷弄裡的飯店 然後是一個很溫馨 就是比較簡單的一種 比較有點破爛 然後就是一個阿嬤跟阿公開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這樣要投訴 就很晚了 很累 然後一個晚上是五萬 三個晚上十五萬 我就把十五萬韓幣給那個阿伯了 給了以後拿行李要上去的時候 阿嬤就推我們 然後我傻眼 我就跟我當時的那個男朋友就說 我們有給十五萬啊 他說不 不行 他也這樣推我 要把我們趕出那個飯店 然後我就真的傻眼 我說我剛剛就 我就對著那個阿伯說 我剛剛給你十五萬 用韓文加英文這樣子 他說 我想聽你 阿伯也說 沒有 我想聽你的韓文加英文 是好嗎 你 給你 我就講英文加韓文 然後他就說 不是 不是 然後就把我趕走 蛤 然後我說 CCTV CCTV 你可以看CCTV 他說 不是 不是 CCTV 不是 他說 沒有監視器 然後我說我現在要報警 騙錢喔 對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那個朋友 是會講韓文的 然後給那個阿公聽 然後他就說 現在講都好氣 然後現在他就說 怎麼樣 你朋友就是沒給錢 我現在就要把他趕走 他還要叫警察來抓我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有給十五萬 超了一個小時 這一個小時他們還打我 蛤 這樣子 你騙人 CCTV 一直打我 然後我都會哭 我已經氣到哭了 然後他們就說 你們再不走 我們現在就報警 然後那時候已經凌晨兩點 我真的太累又太氣了 我真的又拿出十五萬給他 好 又給他十五萬了 對 因為我沒辦法 沒房間了 外面零下幾度 我怎麼可能出去 那時候真的不對 你要找那個警察 我不對 你不對 那時候真的 我跟你講 你要拿單要警察 出來講 真的 我們遊客怎麼叫上哪 找警察 因為韓國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尤其是我們的 所以你去哪裡 到處都有CCTV 你去要怎麼叫警察 112啊 打給112 112 對 那邊有那個 英文的服務 中文的服務 日文的服務 很多國家的服務都有 對 打112 對 我覺得韓國人不會幫外國人的 不會 每一次去韓國 我覺得他是最 最 最難相助的 我們有一次去 他在講故事我就想到了 昨天在Rei的時候 我一個也都想不出來 現在都氣了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們去韓國 我們訂了一個 非常非常高級的韓國烤肉店 是一個朋友介紹 一個韓國人在台灣 介紹給我一個朋友 我們兩個美國人 到了那邊 一旅行 然後我們有約 第三個是一個韓國女生 她還沒到 她住在首爾 所以我們兩個男生 就在那邊點 然後她 一來菜單 全部是韓國人 我也看不懂 對 所以我們就用 講得很慢的英文 你可以幫我們選擇 什麼好東西嗎 就是你可以幫我們選一些道理菜 好 他就 No 就... 後來我就說 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說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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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Pick Pork 就是想叫牛跟豬 然後我們就說 要最好的 就這樣子 後來就寫了一些東西 然後 後來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韓國人 應該是一大桌面 都是那個小菜 對 為什麼旁邊都有 後來我們就跟他說 我們要小菜 Cimci 他們就來 你知道 我是真的第一次 一個高級的韓國餐廳 他直接東西是丟出來的耶 就一個盤子 弄到小的碟子 這樣啪 就這樣亂丟 然後我就在想說 大家... 這個是很高級的餐廳 然後來了一片肉 就放在那邊 他也不幫我們烤 可是每一個桌子 都有人在幫你烤 站在那邊這樣幫你烤 然後要一杯水 要一個飲料 就不給我們 我覺得我真的氣到不行了 可是你又不敢講話 你在韓國 你也講不通 沒有用 過了差半個鐘頭 我們韓國的一個朋友 女生一坐下來 他一坐下來 一跟那個人講韓文 服務態度完全不一樣了 完全不一樣了 來,跟我們磕頭 然後說要什麼菜 然後他問我們要吃什麼 我朋友幫我們翻譯 他說OK 怎麼... 就這樣寫 然後東西都斷 慢慢斷的 然後就開始幫我們烤 好啦,他也講不通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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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子 沒有說抱歉 至少那個服務員沒有家友善嘛 他就是真的不友善 對 可是我發現在韓國 有韓國朋友在你旁邊 全部一切都不一樣 他們就是韓文 而且還是說韓國人 其實他們會怕講英文 還是他們不喜歡外國人 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是不會不喜歡外國人 我們比較... 可能是嗨秀吧 跟他們... 嗨秀 所以你們嗨秀的東西 就丟盤子 又用... 對,嗨秀就不敢... 不敢過去那邊 就是... 想看了 還換 你知道之前... 之前也是,我也是去韓國 然後我就想買那個韓國生回來 恩生 然後我是去南大門 那你知道南大門都是那種 阿豬嗎 就是那種阿姨在賣 對 那他們真的不會講英文 那其實我也真的不會講韓文 可是我已經很盡力 就用最簡單 就拿起來問他說多少錢就好了 那我就問他說 這個是人生機 就是我就... 我就盡量... 盡量也是用最簡單的英文問他說 這是不是用來煮人生機 大概問一下這樣 你知道他大概... 連10秒、5秒都不給我 他就覺得大概我講英文 他就很煩 因為他不會講 你知道他就一直叫我 也是一直推我耶 一直推我 叫我走走走 他不賣喔 然後最後就算了 我就一直聽到他在... 因為其實我就想說好 算了,我要出來玩 我也不要破壞我的心情 你不賣下面還有 你知道我就是聽他在後面 一直洗... 不知道洗什麼 洗杯 對,結果拔就出來了 對,他就一直洗... 然後之後就... 就吐一口口水了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 我們韓國人的個性比較擠 不想浪費時間 所以不管我們是... 不管那個可能是韓國人 或者是外國人 要買就買是不是 老闆都會覺得你... 如果要買的話 趕快買一買 讓我走 不要超過什麼十分鐘 二十分鐘 就算韓國人 他也不能過來問你說 老闆娘,請問這個 可以對人生氣嗎 這個也不能問 可以問,可是那種對話 就是五分鐘到十分鐘就好啊 而且那不是什麼 要堵食什麼的 不用怕到... 去韓國真的... 五秒、十秒可能都不給你耶 一開口是英文 他就叫你卡 對,沒錯 他就叫你走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呢 因為那個老闆 可能不能講英文 他就叫反正... 還是你們就把機場關起來 就沒有人去關光了嘛 對啊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那個老闆就覺得 因為這樣子不能過痛 不管你們這樣子一直講 身體語言十分鐘、二十分鐘 反正就講不聽 所以就... 就決定不要買了 感慨住 我跟你講,我去韓國 試過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我用英文講說我是韓國人 然後他們對我超好 我就坐計程車的時候 我就用英文跟那個計程車司機講說 我是韓國人,可是我不會講韓文 因為在美國長大了 對,我說我騙他說我在美國長大 好方法耶 他對我超好 你知道小鹿都帶我這樣繞 然後最後 我要多給他零錢 他就說不要 我去韓國 為什麼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對,不能說你是韓國人 你太明顯了 你太明顯了 誰相信 真的耶 滿好用的 韓國的阿芝麻真的都很難相處 超難相處 跟佩甄去買 你只要開口說 多少是英文的 他就不扭 他還沒有扭 他把燈關掉 然後這樣看遠方 然後我想說 你就坐在我面前耶 然後我們就這樣 我就說 妳就這樣子 多少 對,然後他就這樣看遠方 然後他就看遠方 多少 他就不是看遠方 想說太誇張了 手法也太粗糙了吧 真的 然後他就把燈關掉 裝自己不在耶 對 裝得你不在耶 為什麼 沒有,就是韓國人是對 朋友也是這樣子 我有一次在台灣 台灣朋友介紹給我一個韓國人 然後他一直跟我講韓文 我不會講韓文 所以我們沒有聊什麼 對 後來就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有...裡面有人 所以我在外面等 然後我聽到那個韓國人講中文 他會講中文 然後就跟我的台灣朋友說 就像那個Jimmy仔一樣的那個 我不喜歡日本人 我不要介紹給我日本人 你不要介紹給我日本人 我聽到了 他不喜歡日本人 就是演都不演 就直接說我不喜歡日本人 對 然後他走出來你就說 你好,你好 因為你要講回去 很棒的想法 所以你們韓國人 是不是只喜歡韓國人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個刻板的印象 我們韓國人不喜歡日本人 其實... 不是,錯,這是錯的 因為韓國人是不喜歡日本人 誰都不喜歡 全世界的人 我們都喜歡啊 可是我... 我突然有一點點覺得 為什麼你們覺得韓國人真的很難相處 為什麼呢 一樣,韓國人真的... 其實老實講韓國人 比較喜歡韓國人 真的 對 其實... 其實這不需要你老實講的 你都知道 尤其是我們在... 你是不是覺得今天這一集錄得好累 好累... 在國外的時候 我們韓國... 不管你在哪裡 一定會有我們韓國人的那個團體 社群體 所以我在馬利亞的時候也有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大概七... 六個七個人 六個... 不是六個七個人 六個韓國人一起去吃飯 可是有一個美國人跟著我們一起去 可是我們韓國人有一個 真的很重要的是 小數服從多數 小數服從多數 對,這個很重要 所以那個時候 那一天也是大概五個人想吃那個四喜 可是我跟那個美國人不想吃 可是我覺得那沒關係嘛 就一天而已就算了啦 就我可以吃四喜 可是那個美國人就是一直說我不要吃 其實明明就他可以吃海鮮 可是他一直說不要吃 今天我就是想吃漢堡 所以他拿那個麥當勞的漢堡 進來那個四喜店裡面 他跟我們一起吃 我覺得我們都傻眼了 這樣就不對啊 而且對那個老闆也... 也沒有禮貌 所以我馬上罵他 這一段跟剛剛喜賴健的故事 有什麼關係 對 我們不懂 他好不容易想到 一個故事可以傳遺 想到推給別人 對 對 除了剛才講的韓國 日本 還有講的哪裡 美國之外 是 還有巴西 還有哪些國家呢 各位覺得是難相處 我覺得德國還滿難相處的 有時候 我一次不是帶莎莎跟夢多去美國嗎 然後就介紹我的家人 所有的家人都給他們認識 我弟弟 他們在美國的時候 我弟弟也是請他們去吃飯 請他們喝酒 對他們很好 然後莎莎一直說 沒關係 你們來台灣的時候 我會介紹我在台灣 最喜歡吃的一些東西 帶你們去我最喜歡去的店 我弟弟就很開心 因為他就一直請他 不是有請你喝酒 把你灌醉什麼都有是不是 那我去年我弟弟來的時候 我都說 我們就是辦一個派對 就是因為上次你就是認識我弟 我們就辦一個派對 你跟夢多 跟我們所有朋友一起出來 我們就是去夜店這樣子 對 因為他說 他那一天說 他有事情 這個我可以接受 然後說沒關係 我弟來三個禮拜 對啊 我們下禮拜就是約個午餐 他說好 當天打電話給他 要不要出來 不行 我今天要錄一個廣告 大家都知道你沒有工作 如果你有工作 你一定會PO在你社群網站 那你這樣子 對 一定會PO在你社群網站 你居然說話 根本都沒有出現 可是不可能忙到說 他來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一定沒有進到吧 對 你講這話真的有失公平 怎麼說呢 因為很常約你 你都一個月沒時間 我不是一個月 我是一年365天都不會跟你們約 那你在講人家啊你 你才能相處 真的 這個就是示範美國人 很難相識的一個例子 完全不是我的問題 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我說獨立問我們想做什麼 那他說 但其實他弟弟 他很想帶我們去酒吧喝酒 那我又跟他說 我其實很不喜歡喝酒 那他的弟弟堅持 我們喝兩個美國的鏡頭 那你們知道美國的鏡頭是多大嗎 很大杯 其實幾乎是台灣的那種0.2L的那種 很大杯 非常誇張 那他連續叫我喝兩杯 我第一個喝完了就說 我真的沒辦法 而且我們那天還沒有吃午餐 真的是沒有吃 可是德國人不是很會喝嗎 我喝酒 而且我跟他說 對不起 我真的不太會喝 他說 我請客 你要接受 我說 哇 好像說 你講得好像是黑人很兇耶 對 然後我真的喝醉 然後狂吐 那他弟弟啊 完全沒有跟我道歉 但是我還是 而且不是我要求的是 我配合他了耶 然後結果呢 我說好 你來台灣 我也可以帶你去我喜歡的地方 結果他弟弟來了 我說那我可以去 我喜歡爬山 我可以帶他去爬山 我弟弟不喜歡爬山 他想去夜店 他想去酒吧 我說那我不想去 哎呦 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去其他地方 我說好啊 OK 那我說那你哪一天有空 他說哪一天 我說哪天要拍廣告沒辦法 那其他的時候呢 沒辦法 我弟弟要去別的城市 就沒有空了 那就沒有約完 他就去 完全不是我的問題 莎莎你講這 這個故事我覺得不錯 但是我跟你說 五月底 就是這個月 我弟弟要再來一次 好啊 來 三個禮拜 所以你還有機會補充哦 但是不要去酒吧可以嗎 那你為什麼沒有對你其他的 真正的朋友 比較熱情一點 我沒有嘛 我覺得這一集 大家都講出真心話了 其實 其實他論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錄影的時候 在看我們二分之一強 大家都很快樂 其實錄影 這個一結束 沒有人聊天的 就是 不是 不然你收看 最後一集的二分之一強 以後 以後這些都發不了了 大吵架 好不要把他狗人家 可能在同台演出了 對 那德國最後一個瑞... 我很想知道耶 瑞典跟德國人 到底哪一個人比較冷漠 我比較想知道這個問題 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今天就一直輸耶 你再講瑞典 有一點 有什麼好講嗎 有一點還敢 有 其實我覺得瑞典是非常友善 但是有一些瑞典人 我講出來好了 就是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 楊瘋琦一個幾歲的小孩 連他的兒子也會騙人耶 我不知道是爸爸教的還是怎樣 但是你跟你的兒子很會騙人 會怎樣 就是我上個禮拜 我去瑞典家 然後他就說 我有買了一個PS4的那個 VR 他要不要來玩 他說好啊 我玩 然後他一開始 就是玩一些很可愛的遊戲 什麼工作的 然後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是玩了一個遊戲 他就說 這個是最好玩的 我說 我們就是在一個雲霄肥車裡面 然後說 這個會不會恐怖 因為瑞典就知道 我是一個單是很小的人 不要看我這麼大隻 就覺得很勇敢 其實我很單小 然後就說 這個會不會恐怖 他說沒有 然後就問他的兒子 我說安董 這個會不會恐怖 沒有 我說這個會不會有鬼 沒有 我沒想到 這個人都偷偷的拿著我的手機 然後他跟安董在我旁邊 在錄影 我在玩這個遊戲 突然有一個鬼跑出來 真的嚇到我了 對 你叫的聲音好高音哦 好表演哦 大家都知道 怒力下的 他就是有那種高音 然後就一定會... 就一定要錄影吧 那你為什麼沒有信跟我說 我已經很認真的問你 這個有沒有鬼 有什麼恐怖的嗎 你就會有那個啊 有戒心 然後就破壞影片啊 對啊 而且你問我說會不會恐怖 我不覺得恐怖 他覺得不恐怖啊 你會覺得怎麼樣呢 而且安董也不覺得恐怖 就只有你覺得恐怖 亂講啊 你為什麼偷偷拿我手機開始拍照呢 我就給你一個紀念嘛 第一次體驗到VR 要錄影一下 驚一下嘛 不好相信 不是因為你這個人 但講真的瑞典人的冷漠是有名的 對啦 其實真的很冷漠啦 因為很多 就是只要你去過瑞典 大家都知道啊 比如說我們等公車 就是不是在排隊嘛 我們排隊的是 就一個人 然後 我們不是就是這樣子一起 我們都是離很遠才會排隊 然後比如說在公車上啊 如果就是有空的位置 但是旁邊已經有坐一個陌生人 你寧願站著 不要坐陌生人旁邊 然後所以印象最大的 就是去年我會去瑞典的時候啊 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跟 就跟一些朋友啊 瑞典的朋友啊 我們就三個朋友嘛 所以四個人 我們就坐在一個長桌 就這樣子吧 長桌 然後坐了四個人 就這樣子 對 就兩個 然後就一個朋友啊 他說 等一下 我有另外四個朋友啊 他們也要來啊 那因為我們就知道啊 在台灣 如果又這樣子的狀況 大家就說 就擠啊 擠啊 就這樣 然後就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是想要就是 大家都變成一個群組嘛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這樣子 他們來了呢 他們就介紹名字 然後坐下來 就坐在我們旁邊 就這樣子的長桌 然後從那一... 從他們介紹到最後 一句話都沒有聊 就好像就是 真的是他們 就是來冰桌而已 冰桌 對啊 說到人情味 台灣人說第二 沒人敢說第一 而今天各國型男要來踢拐 其實他們國家也部署台灣 馬上就來看看 究竟各國有哪些不同的人情味呢 各國人情味 有一些人情味真的很奇怪 讓人家完完全全搞不太懂 不懂裝懂 亂帶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是泰國人有這個問題 那有一次 因為我就是 我訂的那個飯店 就是在一個 你知道有很多 不是在大條路的那一種飯店 可能是在一個巷子裡面 那你看那個地址你怎麼找 就是找不到 然後我只好就是 聞到一個本地人 我說不好意思 這個飯店我還給他看照片 Where is this hotel? Where is this hotel? I know, I know, I know 然後我就 他說OK, come, come, come 然後我就跟著他 然後就拉著我的行李這樣子 那我走了半小時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飯店還沒到 然後我說Where is the hotel? He said,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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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然後就一直跟著他 一直跟著他 然後他停下來 然後開始跟泰國... 開始講分別人 別人好像是在混路 好像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在哪裡 我走了一個小時半 為了要到這個飯店 這個人到底在亂... 他亂講好像是他真的懂 要怎麼走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太熱情 想要幫助我 找到我這個飯店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這個是我沒想到 會成為一個奇怪的人情味 就是我們巴西的 激情雙人舞 這是什麼 想聊什麼 激情雙人舞 然後他就趁機把你的皮夾什麼都摸走了 對,一邊一邊挑一邊摸走對不對 然後就不見了 全部脫光了 激情雙人舞是什麼 這個是我... 一些台灣朋友去巴西玩的時候 他們覺得是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我覺得我... 我自己不懂啦 可是他們說... 你還會不懂 因為我去巴西玩 對啊,因為他們說他們去巴西玩的時候去派對 是不是大家對他們都有好感 我說好感 也還好啊 然後他們覺得 為什麼大家是要逼著他們去跳那個爽人舞 然後好像是如果不在巴西跟著跳 就好像巴西人會翻臉 有不爽的感覺 然後他還說就是在一個派對裡面 就連一個阿嬤的70歲就是跟他一起跳舞 然後我說 這個阿嬤是不是個變態 然後就說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你真的不要誤會了 因為我們在巴西 我們自己有那個...我們的文化啦 我們有巴西當地的雙人國標舞 那我們在小時候長大都已經習慣了 在好多活動、好多派對 好多家人辦的派對 都會翻那個音樂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大家可以休閒的時候 就是一起跳舞 所以你知道怎麼跳嗎 我...我知道怎麼跳 那可以示範一下嗎 哦,好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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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 這不是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我們在跳的時候就可以聊天啊 然後就可以吃 這就是激情雙人舞是不是 對 晚上吃什麼 吃雞排可以 OK 然後這個 可以不要再轉嗎 脫衣衣 OK 你好近哦 算是一種社交舞就對了 沒錯 就是我們用這個舞蹈去聊天啊 去怎麼樣 可是這個如果是真的兩個有那種情愫的話 跳一跳搞不好就真的有了 對 會不會就是趁這個時候 就變一個人在跳 然後另外一個人跳上去 抱著跳 你想 你到底想說我們聊什麼 新的舞 你到底想聊什麼 都不認識的話有點尷尬 這有什麼 這早上育成公園也都在跳 育成公園有跳這個舞 有嗎 育成公園有 真的假的 有時候下大雨的時候 那我覺得巴西人的熱情有時候會怪的 讓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的那個教練 他就是一個巴西人 然後平常對我們是不苟言笑 就是你跟他開玩笑他都不會笑 就是一個很帥很酷的人 然後一直到有一次我老公到那個馬來西亞比賽 他完全變了一個人耶 而且馬來西亞也不是他的國家喔 可是他去了之後 他變了一個人 他就是每天要往外跑 然後每天找餐廳 然後每天去找馬來西亞當地有開 巴西人開的餐廳 然後就要帶著我老公一直去吃東西 一直去跟什麼別的選手 就是一起Hand out 要幹嘛幹嘛 然後我就想說很奇怪 一個平常這麼酷都躲來房間的人 怎麼會突然變了一個人 然後他就說我告訴你 出國比賽 你就是要當一個選手 我說對 所以應該要在飯店休息 要準備比賽 對 他說沒有 當一個選手就是 你每天都要跟一堆選手相處在一起 你才會有選手的樣子 跟選手的氣勢 你出場才會不一樣 你不應該是孤零零一個人帶在房間 所以我才幫你找了這麼多的餐廳 然後讓你跟這些選手可以每天和在一起 我想說 這是一個什麼很奇怪的歪理 是不是啊 這是什麼歪理 可是最後發現真的有用 因為你選手如果一直窩在房間裡面 好像就是一個自閉兒 你在出場的時候 你就會孤單的感覺 可是當你每天都跟選手 很強的選手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你出場的氣勢就會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就突然說 原來他的重點在這裡 所以他突然變這麼熱情 我去旅行好幾個國家 然後我覺得最誇張是 俄羅斯還是俄國 從早開始灌酒 對 他們也是 他們那邊的人行為是非常好 但是你來他們家 他們會給你喝 高粱 然後 不是像 我們在法國也是常常 當然也會喝 然後你請 別人來你的家 我們也會喝 大部分都是像紅酒這樣 是像十度 十二度的酒 像紅酒 啤酒這樣 他們不是 他們馬上 是喝 像高粱 你們高粱這樣 五十幾度 六十度 然後 不是 不是小貝這樣 只像我們 這樣的 我第一次來 我因為十歲 所以我來就 然後就 味道就 我不會 然後 但是問題也是 早上十點 還是晚上十點 也是一樣 他們從早上也會 你來他們家 他們也會給你喝Vodka這樣 好可怕喔 那我想到我之前去巴拉圭做客 巴拉圭的華僑也是熱情到一個 我酒量很好 然後呢 我是從來喝酒不會吐的人 我多年前去巴拉圭 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酒量已經算特別是無敵囉 我們是每一天 早上起床 就像他講的 紅酒一整瓶 就拿到你面前 哇 午餐再喝 然後你下午醉對不對 回去睡起來 晚餐繼續喝 哇 喝到我們兩個已經吐到 我已經 我老公已經吐了一座小山了 然後已經睡著 然後我還在那邊 你還很 然後我旁邊也吐了一座小山 每天都這樣耶 他們就很熱情的 拿酒在交朋友 那你又不能不喝 因為他就會說那個酒是 不喝是不激 一瓶全世界 你喝掉這一瓶全世界就少一瓶 就沒了 他真的是拿那種很好的酒 然後你也不好意思 因為你是長輩的朋友 然後每天都超熱情的 我覺得芬蘭是很特別的 所以裸體坦誠相見 什麼 這小梁哥想聽 好 所以芬蘭的聖地是三溫暖 所以每一個芬蘭家都一定會有三溫暖 所以你找一個芬蘭好朋友 其實你找一個芬蘭好朋友 他是你醫生的朋友 他就醫生就一直會關心你 一直會當你的好朋友 所以我的老婆她 她想要 她 就是這樣 好邪惡的笑 好邪惡的笑 沒有啊 沒有 是我老婆 我們交往的時候 她有跟我回芬蘭看我的父母 然後我的媽媽 還有我的一些女性的朋友 他們就說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找哪 然後我老婆說 好啊 可是因為你去找哪一定要 脫衣服啊 對 脫衣服 他是室內還是室外啊 室內 一定是室內 所以你在那邊脫衣服 所以本來我老婆就很害羞 然後不知道要看哪裡 然後因為就很 會很尷尬嘛 然後完全不能隱藏你自己 就是要在那邊坦白 講你內心的話 所以其實我老婆 在那邊的時候 她就跟他們 談了很多話 因為在那邊不能開玩笑 善文老師不能開玩笑 開玩笑會怎樣 會 就那邊會很嚴肅 然後要講心裡面的話 壓力好大 好上禱告喔 對喔 所以我進去商場不能嘻嘻哈哈的 沒有 不能嘻嘻哈哈 那你不能去的啦 對啊 所以 他們出來的時候 我老婆 我的媽媽 還有我的一些女性朋友 他們就跟我說 你女朋友真的很好 你知道嗎 喔 這小梁哥也想聽 題一歲如相容 不是這 你們這兩題 就前面一點講 對啊 怎樣 他拖那麼久 萬一等一下時間到了 這沒講到 不是 對觀眾是一種損失 哈哈哈哈 我在韓國認識的一個 印度的朋友 他結果 已經 他的時間到了 所以他自己的 他回自己的家 我有空的時候 去印度找他 可是我覺得真的 印度的人 當地的人也很人情味 因為帶我去到處都是 讓我可以很 很輕鬆地觀光 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 奇怪的文化 因為他帶我去他的家裡吃飯 所以我 我坐著他們的桌上嘛 桌子 桌子 可是我看不到那個 他們的湯器跟筷子之類的 沒有餐具 湯匙跟筷子沒看到 可是他們的 吃東西已經全部出來了 所以 欸 這什麼意思 他們 他們那個食物出來以後 馬上直接去開始 他們的用手 用手抓 用手 抓食物 就是 我覺得 欸 這個好生氣 我覺得也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現在試試看 欸 這不錯耶 這不錯吃 應該吃到一半的時候 那邊的有應該 最大的人吧 他的手應該也很 不乾淨 很髒啊 他的手上面很 都是食物 他突然 不錯 這樣子 現在那個手 手乾淨以後 雲指回味樂無窮 對 這個沒有 是 他們很 那個 最大的人很熱情 就要 雞雞的食物 哇 哇 所以他還很有禮貌 怕自己手太髒 他用他的脖衣把 清乾淨之後 再抓飯給你吃 好熱情 好朋友 真的 聽完以後 原來是 很失望 可是你真的去那種 當地印度人開的餐廳 就有餅啊什麼 你跟他要刀叉 他會想說你在幹嘛 對啊 因為他們就是得用手指 對 我現在要講的是 韓國人送我恐怖罐頭 啊不就精明在 對啊 不是吧 你還有別的朋友 我兩年前的時候 去韓國工作拍攝 然後 最後兩天的時候 我就自己留下來玩 然後我就去韓 去韓國找另外一個模特兒 去他家 然後去他家 玩的時候他的父母 就熱情糟大 一桌菜啊什麼的 然後他有帶我去玩 他的媽媽就給我一包袋 一個袋子 然後袋子裡面就有 一個他媽媽自己做的那個泡菜 哦 然後旁邊還有三四罐這個東西 然後我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看他寫 就是 然後誰敢吃 然後我現在放在我家 大概兩年了 然後 沒有 沒有 但是他非常厲害 他寫2020年 所以還是可以吃的 就可以精明在吃 那很普耶 韓國人 來了吧 你現在開我會吞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沒有在怕 而且這個真的還好 我講我之前遇到馬來西亞人的熱情好了 我之前去的時候 他的人情我去 我去東馬 在他們那個雨林裡面 沙烙樂樂 然後呢 我們去拍少數民族 那你就覺得少數民族 其實他們平常生活已經有點辛苦了 但他們進來就很熱情說 今天來 我招待你們 哇 到底吃什麼咧 就一去之後 在雨林裡面 他們蛋白質取得不易嘛 好可怕喔 所以就是吃這個叫做Saku Saku 然後他們可以把這個Saku 就是做各種的料理方式 像是 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市場裡面就有賣 這一包才 台幣大概十塊 很便宜 然後每一隻都跟我們的大拇指差不多大 你去找醃製的 有醃製的 然後生吃 火烤的 做成竹筒飯的 好多種就是 整桌都是蟲 但是其實蠻好吃的 真的嗎 味道很不錯 牡羊你有吃過 那個是我們一天在泰國的下午朝 跟你講 各種不同的蟲肉都吃了 泰國的那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那個烤山路還有賣那個烤蟹 對 放得很像鹹酥雞湯一樣 他會讓你選 好累 他還配一個粉 你把那個粉 先吃那個蟲更加強了 對 可是這樣招待這個我覺得 我這也過度有人心味 可是馬來西亞人真的很熱情 因為像我爸他自己有種水果 然後每次有朋友來或什麼 他都是那種 然後要給人家 我想說你到底在幹嘛 因為榴槤麻布袋一袋 然後什麼紅毛丹 山竹各一大袋 很重耶 超重 對啊 我又不可能當場吃完 可是我爸就很熱情 多吃多吃多拿 就是真的很熱情 就在上禮拜 佩佩帶著他們一家老小 就是連他女兒大概一歲的女寶寶 去韓國的釜山 之前就有人跟我們說 我跟你說 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就 好啊 反正就是 應該是好事吧 他們如果看到嬰兒很喜歡的話 應該是對於他這趟旅程 會比較有幫助 因為畢竟帶著嬰兒出國嘛 對不對 結果我妹一到機場 就是到了釜山機場 一到當地 遇到韓國大媽 她就覺得就是受到了震撼教育 因為韓國大媽看到女寶寶 她們是直接這樣整個人 團團圍過來說 哇 可愛可愛可愛 她們就用韓國的強調說 好可愛好可愛 結果好可愛好可愛就算了 接下來那些大媽 紛紛嘟起她們的小嘴這樣 然後就開始要親過來了 就開始要親我妹的寶寶喔 可是因為你知道 網路上有很多流傳什麼 親吻病或者是什麼的 我們就會很害怕說 大人的那個會不會有一些就是 細菌 對 細菌或是病菌是 小朋友沒有幫她抵抗的 可是她們突然這麼熱情 妳也不好意思就是跟她說 是說大媽要這樣親的時候 妳就這樣 下次我就會跟她說 要親親我 這樣子 可是那個就真的這樣 嘴巴就一個一個嘟過來 然後我妹就有點嚇到無法招架 可是這還不是就是 最讓她震撼教育的事 那些大媽們親完之後 紛紛就是打開自己的荷包 拿出錢包來 拿出一張一張的鈔票 我妹就 一張一張的都是一千一千的韓元 她們就這樣子 拿個兩張兩張 就這樣給我妹的女兒這樣子 我妹就 哇 雖然說這樣算起來 台幣大概六七十塊吧 可是每個大媽都給的話 那也是一個不 不小的數目 因為一遊覽車的大媽 對 一眼遊覽車的大媽 然後後面就說 哇 這是意外的驚喜 不過這樣也就算囉 結果我妹在韓國當地 她的女兒紅屁屁 對我們來說 小孩紅屁屁應該算是很常見的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可是當地的飯店的老闆娘 她就覺得不行不行 女兒紅屁屁不行 那一天禮拜六 因為醫院都沒有開 你去都只能掛急診 她就帶著我妹的女兒 還有我妹她們一家老小 就是去醫院就是掛急診 可是因為醫生覺得說紅屁屁就是小事嘛 紅屁屁不可能急診會收這種小事的病 所以她們就一家一家一直換 一直換 她們只去韓國四天半 就有一整天是耗在找醫院這件事情 然後找到她們都覺得好累喔 其實就是紅屁屁 你就帶我去藥局買個藥就好了 可是她就很堅持說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一家一家醫院一直換 至少換了三到四家醫院 最後大家真的是沒有體力說 拜託拜託你帶我們去藥局就好了 然後那個老闆娘才帶他們去藥局 這種人情味就是真的給人家壓力 對 真的 因為紅屁屁就是擦個藥就好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 是啊 但你們這些夥伴當中 你們覺得哪一國人最具有人情味 當然所有國家裡面最有人情味 就是我們巴西人啊 真的啊 你們有人情味 你們只有熱情你們哪有人情味 他們的人情味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路上比如說看到你 我們非親非故喔 對 但是我跟你拿錢 你要交出來 或是說 好像 他們人情味就在於說 因為他太喜歡你 所以他在路上看到你跟你不認識 他過去搶你一個東西 回家做紀念 對 沒錯 然後他會把自己的手槍拿出來給你看 對 你看 對 所以錢趕快交出來 對 受到的私人情味的部分 我就過那麼多國家 哪有一個國家 你遇到小頭 真的會有當地人幫你抓他 其實只有巴西喔 不好意思 因為去其他國家 很少會遇到小炮 沒有 沒有 我說真的啊 就是我台灣朋友他們去法國 去西班牙什麼的 他們都有遇到小頭的 然後遇到小頭 他們在那邊很緊張 把東西拿走了 要追也追不到 然後當地人看著好像很普通 又是一個老外輩被槍了的感覺 可是我們在巴西不會 我教你們一句話 先你們學一下好不好 這一句話 這一句叫 ペ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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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人叫我把我身上的錢 交給他的時候 我們就要說 ペガ ペガ 類似 可是你要大叫說 ペガ ペガ 當地人就會馬上幫你 放那個小頭 所以如果被搶的時候 我們還記得這句話 我投給你 沒有 我要說真的 好多人真的是在學這句話 他就配搶說 ペガ 這個是認真了 我有交那個 有一個台灣朋友他去巴西 然後我就是真的好玩跟他說 你學了這句話說不定有用 ペガ 然後他就學了 結果到巴西真的不到兩天 就是真的 倒楣就是被搶劫了 他就記得這一句說 ペガ 可是沒有到那麼標準 可是 這句翻譯成英文就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是抓小偷的意思嗎 反正就是身邊的巴西人看到 聽到這個東西 我們就會馬上去那個地人 去抓 誰在跑 我們就會開始跟著跑 然後搶那個小偷 對 就是 對 搶小偷搶到你的東西 這個案情到底有多複雜 ペガ 反正最後是真的是 把那個 他把這句講出來 然後就是兩個巴西人 把那個小偷抓回去了 然後他的東西就拿回來啊 然後那個小偷不是要去警察局嗎 但是幫我那個台灣朋友到警察局去 還是招了一個 會講中文的 的 花人 還是巴西人 去做一個翻譯 人情味就不會偷人家東西了吧 沒有...不是... 我說真的 就是巴西當地人 被小偷偷會比較多 真的 真的... 是 巴西最有名的那個派對 其實不是你們看的那個佳年華會 就是在里約的批鳴庫裡面 是最高級的派對 而且裡面都是外國人 我們巴西當地人是進不去的 因為巴西的壞人 其實對外國人是還滿受歡迎的 可是對當地人是比較不好的 真的喔 所以他們有不搶外國人的這種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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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沛妮是真的很... 小張 就是像小張哥一樣 這真的 他戴這個花哪裡看起來有... 就是看起來 看起來 他戴這個花看起來就是酒客啊 什麼酒客 我們跟巴西的 當地的那些小偷偷是可以挑條件喔 就是有一次去腳踏遮到我的高中的時候 然後是有一個...一個搶劫啦 欸...腳踏車拿來 然後是真的很心痛 因為我花了好多錢去... 呃... 買哪個腳踏車 然後我的利用錢全部是花在哪個腳踏車 然後跟他說 我是真的 這個腳踏車我跟你講 我花了快一年的利用錢去買 拜託今天給我一個機會 你如果在隔天 下個禮拜下個月遇到我 你要錢就想買 拜託今天不要搶我 那這樣子 喔...好 你先去 還可以討價還價喔 但是喔 沒事下次再說 更決的是喔 那一個被搶的人過兩天 還真的去找他報告喔 說欸...今天我多帶了兩百 要不要搶我 好有人情味喔 真的 好奇怪喔 還可以討價玩家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些好笑的小偷喔 還有新約好的 這次三個禮拜發生了新聞 就是有一個小偷 他上一個巴士 一個客運 這個真的少新聞了 真的好好笑 結果他上哪個是客運 就是把大家的東西收起來 就耳環啊什麼什麼的 手機放在袋子裡面 最後他的動作要求是什麼 我要你們幫我祝生日快樂 因為今天祝我的生日快樂 結果變成在客運裡面 那些被搶的人 要幫他祝生日快樂的 這到底什麼鬧劇啊 對啊 所以他偷來東西 等於他的禮物 沒有 後來就是幫他祝生日快樂的人 他就是把東西拿回來 然後沒有唱生日快樂的人 他就直接拿走了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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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唱啊 唱個十遍也要唱啊 你說這一整件事情 拿去警察局 如何開口啊 你為什麼沒搶 欸 因為我沒有幫他唱生日快樂的歌 蛤... 蛤... 所以你說他們有沒有人情味 某方面好像也有 你有 你忘了他上次講一個故事嗎 他說他要去一個社區找他女朋友 在半路就被一個小孩搶了 他搶他說沒有錢 那可是女朋友家快到 還是要找女朋友嘛 結果一按電鈴來開門的 就是剛剛搶他的那一個人 蛤... 蛤...你怎麼會在這... 蛤...你怎麼會在這... 我來找我女朋友 蛤...那是我姐姐耶 然後他還把錢還給舞陽說 我跟你講我錢都還你了 你等一下進去跟我姐姐 不要講這個事情 然後你來 以後來這個社區 沒錯 多有人情味的一個地方 好有人情味喔 很受吃耶 真的耶 好溫暖喔 超好的 對啊 好溫暖喔 對啊 沒有 美國耶 美國沒有人情味可以耶 你們可能又跑去那個紐約 或是洛杉磯 但是你要去一個 真正的道地的美國的一個城市 紐約不是美國的地嗎 沒有 那個是國際的城市 那個不算喔 大都市 對啊 那個大都市 那不一樣 你要去一個很普通的那一種城市 就是人非常的非常好 鳳凰城你覺得怎麼樣 怎樣 鳳凰城非常棒 我問你而已 你生什麼氣 非常的棒 對啊 你看 火氣那麼大還說他們有人情味 對啊 很有人情味 我跟你說 你去我家 我一定會幫你們過得很開心對不對 我就是找我那個表哥出來 給他招待好不好 OK 你就是想要黑衣表哥的錢對不對 對 因為他現在欠我很多 剛回去了 對啊 但是就是那個 我這個 剛好有兩個台灣朋友去美國 然後他們去看了一個演唱會 然後他們順路就是經過我城市 再去找我玩 然後我就跟我阿姨講 我說阿姨 阿姨 我有兩個台灣朋友 他們來到美國第一次 然後他們去什麼演唱會 他們來我們家 他說他們要來這邊喔 他說阿 Braun 我們都辦一個烤肉派對 我們當了一個 辦了一個很大的BBQ派對 然後我們就是烤肉啊 然後請他們喝酒 然後安排他們的一個飯店 給他們睡啊 然後帶他們去玩 而且他們的 其中有一個 他說 杜利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夢想 我說什麼夢想 他說 那他真是挑隊人 然後我就說 我怎麼不會 然後我就說 不然我就是找我的表哥 他們都出來 我就是全部都是黑人 都是給他打 然後他打得超級爛 但是非常的好玩啊 你到底背後有什麼目的 他就是彈琴 我想要幫 請他幫我寫一首歌 這樣子而已啊 沒有啦 沒有 他真的是 沒有 就是對他好嘛 人情味 我阿姨他們都不認識他 一樣都對他非常好 不是嗎 我曾經住過美國一陣子 然後其實我 搬回芬蘭的時候當兵 然後在那邊 其實芬蘭人 對芬蘭人 有點冷漠 有點冷靜 我去菜市場的時候 很想要跟他們講話說 你今天好嗎 還是 今天 祝你平安 他們就會 然後不想跟你講話 然後就看你一眼 就 繼續忙他的東西 眼神緊張 什麼城市 那我是說 這在芬蘭啦 可是我當兵的時候 我可以放假 我就回美國 看我的一些朋友 然後我一下飛機去7-11 然後那個 那個店員他很像一個老朋友 他說 欸 你今天怎麼樣 那我覺得 好感動喔 他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一個部分人 他不要講一句 美國好棒 對 我真的覺得 美國真的很棒 我跟你講 講真的 我們去美國真的到哪一家店 他說 然後我一開始的時候就覺得 他們好熱情喔 可是他們講 然後就也沒再聽你回應 然後他就抓到 他說很自私話 很自私話 然後而且你如果真心回答 他說 他還會覺得你很煩耶 所以你怪怪的 你講那麼多幹嘛 對 他們就是很自私地在問你 可是 這是確實啦 就是還滿熱情的 美國人是最沒有人情味的一個人 同意 真的是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不是說我去美國那個高中嗎 其實 那個巴西學生去美國年宿 是一開始我們的夢想 有沒有看到那些電影就是 美國的高中科學很好玩 好多社團 好多好玩的東西 我去的時候 真的都是被欺負 你可能你說的 我的故事喔 就是因為你帶你的朋友去 可是我是自己一個 可憐的孩子去喔 一個 可憐的一個外國人去 那邊的高中科學好可憐 我去那邊好 第一個 我們學校都是一個 車子會接我們對不對 那 有一次喔 有一次我是踩一點點 上不了車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車在外面 準備要出發的時候 我就開始大跑 跑跑跑 然後那個司機已經看到我囉 司機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我快到了 我說真的 不到20秒鐘就可以上車囉 直接出發 直接出發 不是你問他一走 沒有這樣 我跟你講 去那麼多國家 台灣 我常常從桃園來台北 我在快到紅綠燈的時候 這樣子 他還是會停給我們上車 美國完全不理我們喔 而且我隔天還問那個司機 你為什麼不稍微停車 因為是公司的規定 我覺得 20秒鐘會差嗎 我 對我來說這個是沒有人情味 而且我發現很多美國人 他都會這個 前面跟你虛假的問暖 比如說我們去餐廳吃嘛 他說 How cute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然後就問小孩幾歲啊 然後問小孩 What did you do today 然後就一直這樣寒暄問暖喔 然後呢到最後 他就說 那我們這個廚房最後要點餐了 那你們要點什麼嗎 有吃飽嗎 就是很很可愛的一個小女生 那你知道小朋友有時候就是 他說不吃了 可是忽然間要喝個飲料什麼的 然後他就走了嘛 那個服務生就走了 然後呢我女兒就說 媽媽我可不可以跟他 要一杯可樂這樣 我說好 我就過去 我說 Excuse me 那個我女兒想要點一杯可樂 Oh I'm afraid I cannot do that 好好的喔 對啊 他就覺得 點餐時間過了 剛剛寒暄成這樣子 連多點一杯可樂 他都不給點耶 你整個過程講得好杜力喔 是不是 沒有 這個提起來好像是 你們自己本人的問題 怎樣 像舞陽他不太會做人 他也跑得太慢 嘴不到哪一台車 是他自己的問題 那你自己不給小費 那為什麼要多幫忙 人家已經打烊了 為什麼要給你一杯可樂呢 你要給我點那個可樂 我付錢的時候才能給你小費啊 不然咧 你要先給小費啊 他會知道你很認真的 什麼問題 所以你們就是假的人群 對啊 對啊 那有這樣的 前面還跟人家聊得 跟朋友一樣 心趣不對吧 對啊 之前去紀州島的時候 我去過兩次 然後我第二次去的時候 跟第一次已經隔很多年了 然後那時候去的時候就 帶我們的那個導遊 就是之前同一個 然後是一個大媽 然後他看到我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是他 我就是有先準備一支 我們小支的那個五八高粱 然後因為他們很會喝嘛 所以到那邊之後 我就直接送他那一支 就這麼小一支 只是想說就這麼久沒見 半熟禮 對半熟禮而已 然後就很開心喔 很開心然後就啊 就是很熱情這樣 結果到那天晚上 我們收工的時候 要烤肉嘛 烤肉 然後他就 他說他會晚點到 然後他就扛了一堆 燒酒過來 哇 還有整箱 因為紀州島很久 因為他覺得你要弄他 他就 弄回來 那小小飛怎麼弄他啊 他就是一個 覺得說我們大家 這麼久沒見 但是還記得我們那個感情 可是他想說一見面 他就想把他灌醉 他就來把他灌醉 反灌 反弄 你笑成這樣什麼意思 不是 你們想要這樣啊 對 那就是 覺得他們就是這樣很熱情 就是這位 雖然他 還給人家卡一半 天啊 但是 就到現在都還有聯絡 然後 就到現在還有聯絡啊 反正就是他每次 我們只要有去 他就是一堆整箱整箱的 當地的特別的東西 然後搬來給我們 我們上次要去韓國啊 只是問那個 我們的另外一個新男 然後就說 我們去韓國可以有什麼 他們有什麼 當地的地培啊 可以 然後他就出動了他的 他的 他的 朋友的弟弟 還是誰的 然後就很熱情的來載我們喔 然後就很熱情的告訴我們 去哪個餐廳好吃 反正我覺得 韓國人還滿熱情的 對 尤其是民宿老闆 我之前和佩佩兩個人 因為就是 要去韓國看婚紗嘛 因為我們就是在開 台灣開那個韓式婚紗店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一開始到當地其實都不熟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間民宿 結果剛好那個民宿老闆 他會說中文 他就是我們待在那邊五天 他就五天幫我們當翻譯 就是愛家愛戶的 就是跟各個那個 當地的婚紗店老闆做翻譯 幫我們做交易 這樣還幫我們殺價 就人超好 後來就變朋友 他們看到外國人 他們會特別想要幫助我們 因為我發現在韓國 他們的英文真的是夠爛了 因為他們的菜單 什麼英文他們都沒有 然後每一次我吃飯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韓國玩嘛 每一次我都不知道 我都是要看有圖片的東西嘛 然後就是我都不知道怎麼點 然後我就是坐下來 然後復生看我 我看他 他看我 我看他 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看出了一段感情 沒有 然後剛好旁邊有三個小弟弟們 然後他們都說 你想幫助嗎 雖然他們講了一些破爛的英文 但是我說拜託呢 他們就幫我點菜啊 我覺得非常棒 那後來我就是自己一個人 跑去一個那個遊樂園 然後自己很瘋狂的在玩 自己去遊樂園 怎麼有人自己去遊樂園 為什麼不行啊 太悲傷了吧 不會 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 你看我朋友都是這種 破破爛爛的 也沒什麼錢啊 一直都沒有工作呢 我每次約他們出國 他們都說沒錢 沒工作 就這樣子嘛 而且你做雲霄飛廁所 還面無表情 你怎麼怕 但是還好我遇到了這兩個 一樣是兩個弟弟們啊 然後他們都看我 我在玩 我每次派對 他們就是跟著在我後面 他們都說 你自己在這裡嗎 他說對啊 我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我朋友都很爛啊 什麼的 然後他說 是喔 不然我們就一起玩嘛 然後還跑去買一個 冰淇淋給我吃 然後陪我一整天 在遊樂園一起玩 我覺得韓國人現在 因為我最新去韓國的 發現都是 外國人在韓國發展 不錯 我下個月要去韓國 有沒有什麼朋友要介紹 喔 可以招待我 你又 誰人家英文爛 你又要去 又說人家英文破爛 然後又要去 因為我還沒有去搜尔 我之前去蒂古跟那個蒲山 搜尔 那你到底一個人 蛤 你一個人去到底是想要 就看一下韓國 不然我再上我們這個節目 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講啊 那你也沒在講韓國的故事啊 你都在講鳳凰城啊 沒有我今天講了兩個韓國故事啊 OK OK 那OK 超級超級有人情味 可能比韓國還要多 可能 所以我的老婆的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朋友 她的 她快要結婚的時候 結婚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個婚禮有一個月的時間 後來她的那個未婚夫分手了 那那個女生就心碎了 然後她就想要出國走走 可能恢復她的心情一下 然後我老婆就問我 她可以跟你爸媽一起住嗎 然後去芬蘭的時候 我就 好啊 那我就問我爸媽一下 她真的去我爸媽家 然後他們對待她很像一個小孩 一個月的時間 每天煮飯給她吃 而且芬蘭的聖誕節是最有名的時刻 就最溫暖 然後恢復到她的很多情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芬蘭人超級 可能對芬蘭人還滿冷漠的 可是對外國人超級超級熱情 芬蘭人不熱情耶 他們對外國人會超級 如果你對她講英文 還是破破爛爛的芬蘭語 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外國人 他們就會很熱情地對待你 可是如果你是芬蘭人 然後就口音是芬蘭人 他們會覺得 那你幹嘛跟我講話 差這麼多 會耶 其實芬蘭人真的會耶 但是法國也是這樣 我們覺得法國人 是還滿有人情味 但是你不要去巴黎 我們法國人也知道 巴黎的人不會是這樣 因為他們都知道比較 他們比較兇 然後就是大概是壓力的關係 住這麼大的地方的關係 但是如果你去南部 你去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人情味非常好 因為沒有人嘛 對啊 沒有法國人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人啊 好好招待 我常常也是都在法國去露營 我年輕的時候也去露營 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一個禮拜吃羊山山 然後我們變感冒了 因為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去那邊有一個 像農人的房子 然後去請你可以幫我們 借一些棉被 因為真的很冷 沒有 然後他們有請我們吃飯 有給我們租東西 哇 每一次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有問題 你可以去問他們 他們會幫你 我的朋友去法國的時候 他們 因為他們是外國人啊 所以 有一天找不到 該怎麼打球回家 所以他們跑去 你們的資訊中心 可是 就是他們 有服務中心啊 對 那個圖務小姐就是很濃密 因為 當然 我們那個朋友 要問 我們怎麼打球回家 他們說很 很濃密的很隨便的 就 就這樣的 訪問 告訴訪問 還有他們的英文都是很難動 對啊 大概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有很多法國人 他們的英文也是很爛 所以他們也不敢 不敢跟你講英文 所以他就去那邊 就這樣 而且法國人還會這樣 就比如說像其他國家的人 他可能就直接 不理你 不看你 或是指個地方就這樣嘛 法國人是會 這個是巴黎的話 他就會加一些 讓你覺得很 自己好像很麻煩的罪死 不舒服喔 你去南部 你吃雞溫 我跟你說他們會幫你 一定會 你要問男神 不要問女神 你問男神 那如果小梁哥去的話 他會問鬼 你有買GPS 你有買GPS 那是什麼GPS 那不是旅遊服務中心嗎 我去法國 可是我真的是去巴黎 然後那時候就是導遊就跟我們說 如果你們要上廁所的話 最好就是去跟店家消費一下 那有一次我就剛好想上廁所 而且因為有點急 然後我就到了一個咖啡廳 然後我就先跟他點了一杯咖啡 我還記得那一杯咖啡是 就是3.5歐元 就是差不多要100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我先跟他點 點完之後我再問他廁所 他應該也比較不會這麼臭 殊不知當我點完咖啡之後 我就要開口就是問他廁所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店沒有廁所可以借 我想說怎麼可能 就是因為他店還蠻大還蠻漂亮的 我就想說算了他可能不想借我 那我就說那你可不可以好心的告訴我說 這附近有哪幾家店 或是哪裡可以找得到廁所的 他也不講耶 他就說你可能要自己去問 或你自己去找這樣 你就一家一家去問 我就跟他說我很急了 他說他沒辦法 他幫不上忙 我想說什麼啊 超沒人情味的 我就已經很急了 想上廁所 你不接就算了 跟我講說哪裡有也不講喔 我就想說這法國是上個廁所 就是給錢以為就OK了 沒想到現在給了錢 買了東西還上不到廁所 我就覺得超傻眼的 現在美國家在很多也是啊 這個是 他消費他不給你上廁所 你去的地方 我抱歉你 但是 因為法國有法律 如果就是買菜跟賣熱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做的話 不是太做而已 法律說一定要有洗手間 一定要有洗手間 喔 就是我要在裡面用餐就對了 對啊 然後也是有很多地方 他們有寫 就是已經外面有寫下來 就是洗手間 就是客人可以用而已 但是你賣的一定會 之前靜民在他去新加坡玩 然後我全家人都是把他當貴賓在招待 我爸爸媽媽都帶他去吃好吃的 然後呢 我媽還特地買了一些特產給他帶回來台灣 然後他在那幾天在我家玩的時候 骯髒衣服都是我家仍然幫他洗的 然後我還帶他去跟我的朋友聚會 然後我朋友都幫他付完所有的錢 就是都請他吃啦 然後就帶他去玩 然後直到最後一天靜民在就說 欸 怎麼辦我花這麼多錢 我一分錢都沒有用到 蛤 他就真的沒有花到錢 這麼囂張 那什麼時候你在新加坡我們可以去找你啊 對啊 有人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上次 上次他去新加坡的時候你不在啊 我跟他一起去的啦 沒有 我是 沒有 應該是 還說有人幾位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剛剛從手就找他 他就說有人就在這裡啊 等一下 應該是說我那個時候已經回去新加坡 然後他來找我 那你什麼時候要回去新加坡啊 我 還沒有計劃 算了 算了 所以說你講的是因為 你跟那個Kim有認識 可是如果我是陌生的話 新加坡其實超級沒有人情味 因為我爸爸不是是馬來西亞人嗎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回去的時候 靠我們家比較近 我們都要從新加坡進馬來西亞 所以我小時候很常在新加坡 在街頭流浪買東西啊 或者是住一個晚上什麼之類 那一個人就是快 然後很急躁很匆忙 已經沒有人情味 像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還沒有很 沒有現在這麼高大 那時候還大概就是那種國小生 然後我已經是 我已經急進到一個要崩潰的邊緣 在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我是大包小包 然後自己背包包 然後外套又要滑掉 然後你知道走在很多人的那種人群中 你已經快要崩潰爆炸的時候 新加坡人看到不會幫你 而且他會撞你 你一個人為什麼要買那麼多東西 為什麼不能 這是重點嗎 而且重點是 你自己買東西本來應該自己扛啊 沒有人會幫你扛啊 而且有時候外套不想穿 你自己要拿下來 或者是你自己有包包什麼 你就是這樣大包小包 可是通常像我們在台灣 有路人看到就是 你已經在 喔喔喔 就是一直在發出這種造力 他們說有需要幫忙嗎 嗯 就台灣人會這樣 或是去巴西也會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東西拿走 拿走 撿清你的負擔 撿清你的負擔 所以講到最後 最有人情味的還是巴西 對 新加坡人不會啊 他就是走他的做他的 然後如果你擋到他的路 他會撞到你之後他會 感覺你這個 就你障礙 我就覺得新加坡人真的有點太恐怖了 可是說到台灣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有人情味 可是有些地方我是有點不太懂 就是例如說 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 這麼說呢就是有一次 我跟他去吃個牛肉麵吧 然後吃個牛肉麵的時候 就是加一些麵 加一些肉什麼什麼的 就欸 展單來了 105塊台幣 欸我手上只有100塊 就好尷尬吧 可是我就想辦法 就是好好找錢找錢 可是老闆這樣子看我的心 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我快就不用交了 我覺得我好感動喔 然後這個會常常發生在好多不一樣的 台灣的地方 例如說你搭幾張車 對 你常常可能你的 可能是375塊 欸你手上只有350塊 然後你可能找一千 對司機來說很麻煩 你就一直故意掏半天 對 然後一直不下車 然後後面的車是 啪 好討厭喔 不是這個是台灣人 他們會覺得 好沒關係啊 這個5塊10塊沒差 這個在其他的國家 比方說美國 是不可能 連你少了一毛錢 他們會死腳你省出來 那個一毛錢 台灣人的人情味 一直以來 都是國外觀光客所喜愛的 而老外也講人情嗎 今天就來檢視各國型男伴 他們到底是吃硬還是吃軟呢 有沒有曾經因為你們吃硬 不吃軟的個性 還會不會覺得 台灣人太軟了是不是 軟到會有點危險 你知道嗎 之前 為什麼 軟到危險 真的 軟到危險 我只有聽過帥到分手 帥到分手 你們軟到危險 我之前跟我父母 從機場做客運來台北 然後這個司機 可以用Free Style講這一段嗎 所以這個司機他開車 他開車真的開車 小亮哥 欸 你的頭呢 你開到什麼頭 欸 但真的欸 這個司機他真的太誇張 他一直摸他的臉這樣子 然後 就是快要睡覺 然後亂開車 坐坐又要 台灣有嘻哈不行嗎 對啊 很危險好不好 我們要過橋 他確定有一次 可是這跟軟有什麼關係 因為沒有人敢站出來講話 你不覺得有人要叫他 他停在路邊 報警 然後我們找另外一個方法 是不會報警啊 但是我們會請他停下來說 你怎麼啦 會關心他 會講話 對...但是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 然後到最後就是我們下車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你不應該這樣子開車 這樣真的很危險 你還不是下車之後才講 對啊 那你為什麼會一起來 我也不想要破壞氣氛 我也怕 如果我惹他生氣 或許他會就... 你知道 你好 好軟哦 我...我真的 我變成跟台灣人一樣啦 但你笑之後 他們就說沒事 好 台灣人會 但你假設下一次 如果真的有發生大意外 那怎麼辦 大家都因為太軟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其實他講話的時候 感覺非常非常軟 都沒有衝突 可是不一定 因為你做事情的時候 要非常的小心 不然後續真的就沒了 像我之前在台灣 就是跟一個義大利的夥伴 說一些生意 然後我們有一些台灣的廠商 跟我們配合 他們有時候那些貨會玩交 那我們... 我那個義大利的夥伴會很生氣 他就叫我罵他們 我跟他說不行 就是你大聲罵很危險 就是你說 你可以講一講一講 可是罵了就不行 反正有一次 那個義大利的夥伴來台灣 看那些工廠 那個... 剛好... 剛好那個時候他們又玩交了 他就生氣的跟我說 你現在你給我反應 然後我跟他說 你確定嗎 他說好啊 那不然我反應好了 然後他罵得很兇 然後他還說 我們義大利人 真的沒有時間 可以浪費在你們身上 然後那個台商就... 他說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那一天之後 已經兩年多了 那個台商都拒絕我們所有的單子 你可以...現在還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試試看罵兩個主持人 你看三個月之後不會有通告 不會... 下禮拜就沒有了 三個月之後才知道後果 那太晚了 他現在罵柯隆哥 他馬上就知道後果 罵看看... 我覺得其實台灣真的是很... 台灣人真的很... 有一點軟 因為我之前... 你講得對 對... 重點... 重點是我...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他... 在年大學的時候 他是在那個... 學生公司 然後... 這個裡面就是基本上 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反正... 還有很多事情要弄 然後... 他從... 就是常常... 比如說有一個人 在需要幫忙的時候 然後拜託 他沒有辦法可以拒絕這個人 跟他說不要 他就是沒有那條線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真的 拜託你可以幫忙 他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拒絕 我就是跟他說 你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直接跟他們說 就是你不要做 你做你事情就好 其他人你不管 就是他說 因為人家就是需要幫忙 然後他就是拜託 但是你要想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要硬一點 就是真的 如果你真的太累 已經做完你自己的事情 他們可以吻別人 不是一直是你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好... 就是這樣,對 就是這樣,對 乾爹... 乾爹講得很有趣 你剛剛講笑那一段關是不是 開玩笑 乾爹一拳打過來 我這跨年我才會醒過來 跨年算倒 對啊 可是我能理解這種個性 就是拒絕不了人啊 而且有的時候就是嘴巴一直抱怨說 我真的下次不要再幫他了 對 結果真的人家求的時候 他又在幫 但是嘴巴要一直唸 對 我覺得還滿常這種人的 但我覺得台灣人好像有的時候 不見得是不會硬起來 有的時候好像也是會看場合硬不硬 這樣子 真的嗎 有的時候會這樣子 什麼場合 台灣人好像通常有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就是說見面三分情 你可能真的要預問出來 對 或者是見了面 可能私底下怎樣怎樣不爽 然後見了面 沒有啦 其實也還好這樣 然後我之前常會看那種網路文章 或者是有的人發言 是比較有爭議性的 你馬上就會看到他的粉絲團 會被灌爆 然後下面就會有各種罵 然後各種的留言 就超多爭議魔人的 對 很多爭議魔人 然後攻擊人 攻擊他人稱 攻擊家人什麼樣 但是等到那個版主 就是當事人可能講說 在下面留言說 我已經把你們截圖了 所以你們要小心了 我即將要提告 就會有慌跳 對 在下面寫說 快刪文 那才會趕快把那些文章刪掉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他們其實不是不會印起來 但是好像是私底下 你看不到我的時候 他們其實每個都寫得很硬 但是你真的 一要追究起責任 或是要面對面叫他出來的時候 他們閃得跟什麼一樣 沒錯 所以這種心態也不知道 對啊 不是印不起來 只是個不好的現實 對 沒有 台灣人比較注重人情味 人情味 就是說很講人情 像我們在工作有時候 我覺得美國人 就比較注重肖像權 你只要不小心敢用什麼 哪一個明星 他會弄死你 然後他也不會跟你多話 就是直接律師、法律、法院見 像我們常常在工作 也是會碰到網路上 比如說有時候 你節目上拿什麼很好用 你自己私底下在用 其實廠商真的 把你照片拿去用 你也會默默就算了 因為像有一天 我就收到一個粉絲傳給我 我就說 我跟你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你 所以我要跟你說 有這一段嗎 有 然後我對我要跟你說 你上次在某某節目 然後推教 你代言的那個美牌產品 他們都會用代言 對 他說真的沒有很好用 你不要再幫他們代言了 我說 我從來沒有代言過任何美牌產品 產品 請你拜託截圖給我看 因為我真的沒有代言過 所以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夜市走過去一排 怎麼照片在上面 對 而且我... 都都是這種 說那種外景吃吃喝喝的節目 太多了 超多我們的照片在上面的 對 而且如果說是我們錄影 真的在那邊就算 有時候你只是跟家人去 然後沒有穿 沒有化妝 也沒有穿搭在那邊 那不應該登那一張 真的不應該 因為他想要登 我給他宣傳照嘛對不對 可是國外的人就是真的會告 台灣人的嘛 沒關係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有一種 就是那種... 就是什麼 好像就是他喜歡你 他就想把他的產品 比如說他賣臭豆腐 說我很喜歡你 我把我家臭豆腐給你吃 拜託你拿著拍一張照對不對 可是他也只是熱心 就自己擺來用了 然後我碰過最誇張就是 他也只是他家在賣什麼東西 對不對 吃的 他就拿給我用 他說拜託拍一張照 結果他來怎麼用 你知道嗎 我就說這樣不行啊 因為這樣很像是我在裡面啊 對 他說那我懂了 我不能公開的 他就開一個私人社團吧 他就說... 他說我聽懂你的意思囉 你的意思是說不要公開 但是私下可以 然後再揪團媽耶 對,我團媽耶 他真的滿幽默的 後來我真的沒辦法 我就直接開架給他說 可以這樣用 你要不然多少錢 我說不能說你送我一個餅乾 就叫我這樣 因為你的東西出事了 人家會來找我 因為有時候他會太濫用這個人情 會過了頭 對 沒有想到 對,沒有想到 請問一下在你們的國家裡面 有沒有喜歡做事硬著來 還是你們做事比較喜歡軟著來 沒有 其實我們加拿大人也是 我們比較吃軟 但是如果你硬著來 那我們就會更硬的回覆你 是嗎,你以前帶過加拿大 是這樣子嗎 你有軟的フリスタイル嗎 對 沒有軟的フリスタイル 沒有 我現在有跟你講 就是我們真的 沒有,我覺得外國人做事 加拿大一樣 就是都是一板一眼的 對 對啊,他不會說 你買菜送蔥 沒有這種事 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是 對不對 對,然後像我叔叔 他在那邊有一棵樹 然後擋住了他鄰居的那個風景 所以他一直要求他 你要不要看就是這棵樹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子 但是我叔叔也很希望這一棵樹 但是這個鄰居他的心機很重 他 對,就是想盡辦法 把那個樹給弄死 對,然後他以為 好壞啊 這只是第一步 對 第二步就是叔叔喝的水 真的 他剛剛這樣做生意 他剛剛說 好可怕 所以我叔叔就更硬著恢復他 他先告他 然後他把那筆錢 買了一個更大的樹 就放在那邊 擋住他的風景 所以這樣 如果你要硬著來 你叔叔也滿故意的耶 對 他本來就... 他喜歡啦 然後樹真的像一個寵物 你以為你是最硬的嗎 乾爹 好 其實我美國人會覺得 加拿大其實很有禮貌 所以超級無理 我跟你說哦 你真的是... 沒錯 你覺得加拿大很有禮貌 這是我大概第一次 聽到美國人稱讚加拿大人耶 對啊 他不錯 說得好 對 好 反正 我住的地方在美國 這是你的寵物 這是你的寵物 這是什麼東西 還是你的舊址 這個是賓州 我住在美國就是這邊 這是賓州 OK 謝謝 然後其實我離加拿大非常地近 你看三母 非常地近 然後 二樓是也很... 為什麼大家都對柯龍哥這麼好 這是應該的 這是必要的吧 反正... 然後 有一次我有去... 帶一個朋友去加拿大 就是看了一個瀑布 因為我離... 就是開車過去那邊 大概一個半小時而已 就是很近 然後 我是要快就是過那個... 過什麼 海關 海關 對,要過那個海關 然後 我沒有注意到旁邊 有一個紅燈 就是要派對 開車過去 要...就是離那個 確認得更遠一點 然後我沒有看到 就是沒有再注意到 然後 剛好 我是跟著前面那台車過去 然後 那個警察就是... 就是換到我說 就是他... 那個警察就是說 在美國的話 你們有沒有紅燈 我說 你們會看紅燈嗎 我說 什麼意思 然後他是說 你們也很笨嘛 在美國都很笨嘛 你回頭看 然後就看一下 他說這個是什麼 我說紅燈 他說 所以呢 所以為什麼沒有... 你為什麼沒有停下來 我說不好意思 我就沒有聽到 沒有,沒有看到 然後他說 嗯 好 所以就是 不是全部的美國人 我說 沒有,看不到 對,那很翹 反正這個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覺得加拿大... 你是那個警察 最後一天上班的嗎 對... 你是加拿大警察 反正... 後來就把他拎起來 掛在紅燈上 重點是 為什麼我覺得加拿大 是比較軟 就是因為... 如果在美國的話 會被罰單 他在過去海客人會幫你打死 他沒有幫你開罰單 他其實是在跟我開玩笑而已 對啊 就是欺負我而已 他只是講你沒有給你開罰單嘛 真的耶 他沒有,完全沒有 還是因為他其實看到你之後 他就想說 他也不敢開 他在問你話的時候 你有站出來車門 把車子這樣拉起來 應該是耶 我炒紅燈 他還過去把紅綠燈折斷 好不好 你這樣說乾爹的啊 怎麼樣 你這樣講的話 乾爹怎麼樣 乾爹,你先測試一下 他覺得我們日本人很軟對不對 對,很軟 真的很軟 尤其是你 軟死了 軟的 好軟 下一位 等一下 就是了 我跟你講,不是 日本人其實就是說 基本上很軟 但是硬起來的時候很硬 應該是 而且就是那個 哪有 有一個SOP 比如說 在公司裡面有好的 就是比如說我彈生意 我是那個客戶 然後就是一個工作人員 然後就是一個公司 我是那個公司的工作人員 然後就是客戶要求 比如說 我要那個 不好意思 我要買什麼 那當然是我們工作人員說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はい 就是當然比較軟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如果客戶的要求 比較硬的時候 太硬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還是很軟 但是這個時候 我的上面的人出來了 開始更硬 比客戶硬 因為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是比較軟嘛 所以更硬的人出來說 不好意思 我先說道歉 先說 不好意思你們的要求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那就先這樣 真的 然後這樣子 要離開的時候 開始這個客戶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可以偏向 然後在中間的人說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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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SOP 這是軟中擔印 其實他的態度 非常的謙卑 可是他的答案 從始至終沒有變 就不會改變 對 這一招很厲害 他不會變 對 這一招很厲害 而且他就是笑笑的跟你講 對 我說真的 因為有時候跟那個 日本跟那個客戶又工作 那像台灣 譬如說他們問我說先報價 講簡單一點 本來是明明就可以五千塊的工作 他說 你怎麼可能會借五千塊的工作呢 譬如說 那你不是說 你一個活動就十萬了嗎 六萬 好了 不是啦 就是說 台灣都這樣子 譬如說 不好意思我們預算是這樣子 但是他的預算就是可能 明明就可以 我可以開五千塊 但是就是說 我們的預算只有三千塊 但是我都會講說 基本上我是八千 然後剛剛好我要抓的五千塊 是啊 對嘛 台灣是對嘛這樣嘛 對 但是日本不是喔 就是我是那個 我開這個家錢 譬如說五千 如果他們OK就OK 如果真的不OK 沒有砍架 他們就說 那下一支 等一下 我三千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事後 你再跟他說 我三千都可以 他還會回來找你嗎 沒有 比較少 所以他就是一就是一嘛 你的 他的信任已經沒了 沒有議價的空間 對啊 大家想不想看 這個孟多跟柯隆哥比腕力呢 對 對啊 他說他很硬啊 我實在不相信啊對不對 你們是很無聊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還是不要好會瘦瘦 我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就是這樣子 但是那一天我是跟他出去看電影 因為他站我前面 我站後面嘛 隨時站我們看電影 就像我們 我們這個習慣去 我們很有禮貌 我們會排隊 這個時候突然後面就有一個人這樣 就插到我那個日本朋友前面去 那好像是一個黃年 我那個日本朋友就看到他眼睛瞪得很大 就跟我比啊 就說就這樣 那我就說你要跟他講 因為他現在插隊 你還跟他說 他一直叫我 要去跟他講 我那裡就很好心 我是覺得說 其實大家真的是在排隊 你就這樣了這麼多人面這樣過去 我就直接過去前面 我就拍拍他今天說 我說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往後看 所有人都在排隊 你現在插到前面 就什麼意思 他說什麼 你真的這樣講 我這樣講啊 而且在中心買貨啊 以前那時候在中心買貨 看電影的時候 他把頭回過來說 我後面那個人都沒有跟你說 你不會跟我講什麼 你剛剛是在講台語的 聽不懂 他說我後面這個人 他說一直就說 我那個日本人都沒有講話 客家話 你怎麼聽不懂 我後面那個人沒有跟我講 對 你跟我講幹嘛 你是要跟我講什麼 他就有這樣 他就說 你後面這個人都沒有講了 你在講什麼 我說我後面這是我的朋友 我就跟他說 他不會講中文 對 然後我那個朋友 阿師傑罵這句 阿師傑罵這句 就很習慣性就鞠躬了 這一局 人家就更不吃他這一套 日本朋友有印起來的話 可能他就不敢了 對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日本的錯 對 什麼意思啊 他也在 他也沒有印起來 我會跟著他一起印 至少有兩個人 你們就有兩個人一起印啊 你如果真的感情很硬的話 就一個人就做拚啊 當然是要拚 可是他 他不動啊 他就記得不要 我那個日本朋友 在旁邊拉你 日本人說不要就是要 那誰知道 你知不知道 沒有 其他的國家如果遇到 同樣的狀況的話 你們如果是那一個日本人 你們會怎麼樣 像柯隆之龍人 我們就沒關係 好...下一隻 就讓我就... 那如果是吳子龍呢 你... 那... 我跟你講就是 那這是我們求的時候 也會...一定會打起來 如果是人家插隊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被插隊的經驗啊 我們沒有被插隊的經驗啊 你也沒插過美國啊 對 那就日本人真的很守規矩 所以啊 所以你們剛剛跟我們講 是插隊這個文化 相信他們也是啊 你們就是很少在國外 自己的國家說被插隊吧 我覺得... 在念書的時候啊 意大利人也會插隊好不好 那他們不是... 是國家沒關係 我跟你講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說真的 但是因為我們 像美國也是啊 很少有人插隊啊 我之前跟那個 叫我罵人的那個夥伴 那我每次都是他 我就去印度 在那裡就是開那個新營 然後我們在那裡就是有一個 私人的司機 把我們帶去看那些工廠 然後那個司機是非常... 人非常非常好 他不認知 然後他的駕照那些東西 身分證其實都是假的 可是他忍超級超級可靠 超棒的 然後那個車子不是他的 他是用... 他是用了一個老闆的車子 然後他只是開而已 所以那個老闆常常打電話給我們 他說他要攬價... 然後我老闆超硬的 他都說 我就不在乎 我就不在乎 我就不像 已經超貴了 然後直接掛電話 然後他再打回來 我接一樣的 他一掛電話 結果 那個司機跟我說 好了,那個老闆也OK 就是不用再攬價了 可是... 然後我們就很滿意 我覺得,對啊 我就是多一毛錢都不給 因為已經很貴 到了晚上 那個司機跟我們說 老闆,我很累 因為他已經很晚 然後他都加班了 他跟我說 老闆,請給我更多 然後結果他讓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給很多錢 可是都是給他的老闆 他只拿固定的一點點 那我那個意大利的夥伴 他就 他超感動的說 好可憐哦 然後我們就給他一個 超大的 消費 超大的消費 就是一定會 如果是看人 人的部分 一定是很大方 在台灣 人家撤禍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浪費時間 對我來說 我們喜歡自己下來喬 對不對 對,我們會自己處理的 一定要先下車 當警察來 拍照、討論等等之類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們呢 我們在美國的話 我們就會 就比如說誰是對 誰是錯 如果你是錯的話 然後人家就... 因為你還是有訪問吧 然後也是有... 沒有,有時候沒有訪問 對,我們沒有 反正好 你覺得你對 他也覺得他對怎麼辦 你現在是在不給客人跟我講話 沒有 就比如說 好 如果真的沒有訪問的話 那你可以去用那個CCTV 然後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錄影機 然後反正很明顯 誰是對誰是錯 然後我們就會直接給那個保險卡 然後直接就跟他們說 你打電話給我的那個法律師就好 然後就會處理 這樣子就好 我覺得美國人的態度就是 我的印象中就覺得是很硬 他們就是爭取到底 他也不會跟你退讓 不會跟你勾血 對 他們對個人的權益非常的在乎 對 但是他們也有一句話 就是我的方法 還是我的方法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們是這樣做 就像他說的 有對跟錯 通常不會有一個灰色的一個中間 沒有灰色地帶就對了 對,像我之前有一個美國室友 然後你知道其實美國人 他們很不習慣台灣的廁所 就因為沒有浴缸 然後那個洗澡跟你的馬桶都在一起 然後 所以這個室友他很不習慣 然後他說 一開始他想說 我不要搬進來 我就跟他講 你不知道你剛來台灣 其實每一個廁所都是這樣 你一定要這樣子 所以他最後就是很堅持說 那我們洗完澡 我們一定要拖地 我不知道你們會拖地嗎 還是你們已經習慣了 這裡在台灣 還是會啊 如果我是你的話 然後 我是加拿大人 然後聽到這個美國人 這樣子跟我講說 我就會自己 就是跟他說 你要的話 你自己去買 不然 閉嘴 掌聲鼓勵鼓勵 這樣就好了 這一段剪成那個遇到破口 你一定有脫髮 不是有沒有脫髮這件事情 是你會不會做 因為不是一般人的習慣 阿龍 你現在跟他爭執嗎 他在吵耶 他開始說 他開始硬了 阿龍,算了 算了 算了 阿姨是一個很早 大概已經移民到 反正他先生是美國人 然後是軍人 所以就很美國 然後他本身也是 就很早移民過去 他超硬 他硬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他就是堅持這個東西 對的時候 比如說前一陣子 我們發生一件事 結果他來我們家 我們家有嬰兒對不對 我就說阿姨 你從外面進來洗個手吧 用肥皂 應該吧,消毒對不對 是 他說不用 因為他覺得 美國什麼都很好 他說 還加了抗生素 可以殺菌 OK 然後拿一個牌子 然後他就拿出來 擦你的嘴 對 說我嘴比他手髒了 沒有 就是他就擦他的手 他說我不用洗手 他說 我說沒有啊 我說肥皂比較有用啊 因為肥皂才殺的 跟水才殺的死腸病毒 那我說濕子精 或是抗生素或酒精 只能殺死細菌 腸病毒殺不死 我這一講 他就說 你講那什麼話 我美國的抗生素 最厲害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也就硬囉 我就說 阿姨 我就說 你不懂 因為美國沒有腸病毒 然後我說 我說肥皂才殺的死腸病毒 還根據腸病毒 他一定氣死你了 一句句都折火他 對啊 不是,可是你知道 他氣到什麼程度 他隔一個禮拜 他在醫院打話給我說 我現在在台大 跟某個醫生談 談關於 他認真了 他超認真 而且重點是 他堅持說 一定是他這個 美國牌子的濕子精 比較有效 比肥皂有效 然後我也超硬 這整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你們兩個很閒 無聊 然後最後我怎麼樣 就是打贏這場戰爭 就是台美之爭 我就說 你想阿姨 我知道你是長輩 你想要用濕子精就用吧 我說 因為那是我的寶寶 你是要碰我的寶寶 你就是台灣人音的代表 對 沒有,但是我很客氣 因為我就說 可是你不用聯絡了啊 沒有啊,還是OK啊 那後來他壞了 美國人吃這一套 就是說你來我家遵守 他就很... 他就會說 就是反而你規矩講清楚 對,他就說 對 他說你就早講 這樣怎麼聽都是 他在找台階下的 對啊,有沒有 他很氣啊 他就說你以後來我家 我如果... 他說你以後如果我來你家 你早就說 阿姨的濕子精很好 美國的東西最棒 抗生素超有用 超殺菌 他說 但是現在是在我家 就洗手吧 他說阿姨就不會生氣了 我之前就是在那個 跟美國的動作組一起合作 然後當時主要的是 那所以就是我要一個設計的動作 分鏡啊 怎麼拍啊 怎麼拍啊 但是那個時候美國人有意見 他覺得這個比較好啊 怎麼... 開始聊 但是呢我就說 我是比較軟啊 這個也還...很好 但是我是比較想要這樣子 他就是就說一直說 自己說我們的比較好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自己開始拍喔 然後我就生氣了 我跟他說 This is my place This is my time not your time 難怪他... 難怪他聽不懂啊 對啊 This is my place 我們剛剛有聽懂他講什麼 有 他講什麼 你看吧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講 然後... 你再講一次剛剛那一段 This is my place This is my turn not your turn 對吧 那你說這是我的城鎮 這是你的歷史 我的地板 好事物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比較嚴重一點 說... 他說這是我的盤子 對 不是你的轉彎 不是 不是 他說太陽 我也說太陽 我也說太陽 對 我幫你翻譯 我幫你翻譯嗎 OK 不是啦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 那後來... 後來直接給他... 你到底要軟到什麼時候 不是啦 因為你那次已經得到我的節奏啊 好 我可以好好講嗎 不可以 好硬 好硬 反正就是 這一貨我直接給他看 他覺得我的比較好 就開始會聽我的 你的拍法我很了解 謝謝 事情風格不一樣 但有時候好像真的是要兇一點 跟美國人講話 他們才真的會聽得進去 因為之前我跟朋友 他們一起去美國 然後也是你點了餐以後 後面就是等了很久 我想說應該要上餐了吧 然後就一直沒有上餐 然後我們原本也是好好的問 問原本幫我們點餐的店員 就問他講說 請問我們的餐點要上了嗎 然後就講說 已經在做了 請再等一下 然後我們接著又開始等... 結果再等了一陣子以後 一看不對啊 比我們晚來的客人 都已經開始在上前菜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剛剛不是講說 就是叫我們等一下餐點在做了嗎 後來就直接問他 我們就又叫那個店員來 結果他講說 請問我們的餐點 到底要不要上 我們就開始兇了 然後那個人就講說 我不是說已經在做了嗎 結果我們就更兇 講說你說在做了 可是比我們晚的隔壁桌 他們來了 他們已經開始在上菜了耶 然後他才說 好啊 那不然我幫你去看一下 結果他去看了一下 他才回來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我們就說請問怎麼了 他說因為就是幫我們點餐的那個人 因為是換了另一個人來道歉 對 幫我們點餐的那個人 他就是在忙 所以他把我們的餐放在那個菜口 他可能上菜 他放在菜口以後 他就沒有 就忘了點了 就忘了點 所以我們的單 根本就沒有送出去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原本我們乖乖的 好好的跟你講 在那邊等 結果你也沒有要幫我們查 他還跟我們說 我們的餐已經在做 結果其實根本沒有做 第一個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服務生的問題 第二個是處方的問題 所以兩邊都可以罵 但是通常如果說 那個服務生沒有對你不好 然後他是說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才 還是還在做 然後就是要等多 就是久一點 這個 你就是要直接去那個櫃台 或是處方 直接跟那個廚師就是罵他 因為這個是他的問題 不是服務生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就不要給他小費了嗎 我們還是有給耶 好像不行耶 服務生 我覺得你給是錯 真的嗎 對,服務生如果對你不好 服務生他沒有服務錯啊 他... 他... 他有啊 他沒有補八點菜耶 這個不是... 這個是跟台度有問題 因為他在等就是他的餐來的時候 服務生就是很兇回答他 對啊,他還是已經在做了 而且這個不是他們的錯 是餐廳的錯 所以這樣子的話 服務生是錯 然後你就不會給他小費了 對 但是如果是服務生很禮貌 跟你解釋 然後這個跟他沒什麼關係 對 這個是處方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罵他們 其實美國業會一直說 如果客人是對的 不管怎麼樣 客人是對的 所以你一定可以來熊一點 因為他們一定會對你好 他們只想要為了得到小費 才不會對你不好 那如果他們真的 就是手忙腳亂 那你真的就是要硬起來 他們才會 對,注意你 對... 我覺得有的美國人 真的太自我中心 如果不硬來的話 真的是沒辦法跟他們相處 像我有一個美國朋友 他非常白目 他就說 啊... 怎麼辦 我最近身材不好 我要去健身房 你帶我去健身房好不好 我說好啊...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 好,那我們現在去好了 他說 我現在不方便了 我現在要吃飯 我說好 他說你可以等我嗎 可是我晚上還有其他的事情 我現在要去 好吧,你就去吧 我就去,好 隔天 他說你隔天早一點跟我講 好,我隔天早一點打電話給他 不接 很奇怪,我就去他的家 然後發現他還在睡覺 我想說 你都沒有準備好 他說 這個...你都沒有為我著想啊 我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 你要... 給我一個固定的時間 讓我可以早一點準備 我說好 那我們以後都 上午11點去健身房好不好 他說 不行 11點不方便 我11點要跟其他的朋友去做別的運動 打拳什麼的 我說 所以11點不行 那怎麼辦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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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那怎麼辦 他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下午去 我說下午 我覺得下午太晚 因為我上午跟下午要做一些事情 我不想要把東西放在那個不方便的時間 他說 唉唷 你都很堅持自己的時間 為什麼我不配合 我想說 等一下 你要我 陪你去健身房 但是你要我完全陪你的時間 他說 他說 你上午可以先去 你下午可以再去 再去一次陪我 我說 我去兩次 而且我第二次是完全為你去 你完全 你可不可以陪我一點點而已 對 他說 我說 好 這樣好了 你可以陪我的時間 或是你一個人去 二選一 他說 他說 好 那我們明天吃一點去好了 這樣就配合你 對 因為他們完全 真的很誇張 你喜歡美國好朋友好一點好不好 他聽起來是一個智障一樣好不好 是 是不是他是跟你約 然後他自己沒有 這是注意到的時間吧 他沒在... 我們大概約了三次 他只出現一兩次而已 一定會一次他沒辦法 對 這個是他自己的時間 對 差不多 而且你們在克隆哥面前講健身房 克隆哥會覺得你們去的是 湯姆龍 湯姆龍玩遊戲 在台灣的時候 很多朋友跟我說 俄羅斯人的態度非常硬 對 我要給你們一個例子 比方說以前 我們的老闆都覺得 他們跟員工合作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要比較硬 他們每一天要很大聲 罵他們的員工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的全國會變高 但是他們做很大的農作 因為如果壓力太大 所以員工會不要工作 不太願意工作 還有他的工作的能力會變少 所以現在狀況改變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我們的老闆會這樣做 他先告訴這個員工 你哪裡不好 你在這邊有問題 就如果沒有效果 如果員工還是不要改變 就這個老闆會請他離開 所以我們的狀況 我們的態度便有一點軟 但是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還是... 我們的態度還是要硬一點 如果你跟俄羅斯人 就是直接來硬 其實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他們也是很...很兇的 不會啦,如果你的頭 如果你有不怕球棒的話 你就可以 對,但是... 像我以前給一群俄羅斯人踢足球 我們是學生那時候 然後... 另外一個團隊都有一群俄羅斯朋友 組成的 然後其實他們... 你們踢得很暴力 你們都在身體檢查 像打冰球一樣 對,然後... 我們很暈 對,然後有一次我撞到的一個人 然後... 他突然很生氣 然後...但是他罵我 用英文罵我 但是他的發音很不好 但是我知道他要說什麼 所以我自己也... 就變得有點不爽 所以說... 欸,即使爭取的發音是這樣子 嘶... 然後... 馬上他們全部都來圍住我 就是... 他們超級兄弟的那種感覺 很有義氣的 然後就是... 什麼... 沒事... 太過了 所以... 他們都是搞大俄羅斯人 我覺得我完蛋了 但其實... 我們... 就是玩完了之後 然後我過去跟他道歉 然後說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們這次應該不要這樣 我也喜歡來這裡提 你也是這樣 所以... 但之後他也說 OK,酷,這樣子 所以... 反而覺得用軟的 跟俄羅斯人比較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超過他們的硬 好好講 這不是態度很硬 但是... 為我們來說 這個是一句話有的意思 非常... 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都... 我們受不了 因為為我們來說 這個是非常嚴重 對,我就想教他 你不能教他別的單字發音 是 就是他說的 你那樣有點挑釁了 對啊 跟你講 就是... 軟軟的單字 就是你自找的 對 這一句話 對,我認錯了 我覺得俄羅斯其實 對我經驗來說 有一點硬 就是有一次我去那個急診 急診室就是要拿一個東西 在北營那邊 然後... 有一個媽媽 俄羅斯的媽媽 她是... 你還有覺得別人硬喔 我俄羅斯的媽媽 這個是特別的媽媽 她是... 她是拿著她的寶寶 然後她的寶寶是發燒 然後... 她是跟那個狐狸 我覺得她等了可能十幾分鐘 我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 沒有注意到她什麼時候來的 因為我是剛要走進去 拿一個東西走而已 然後... 我回頭看 然後就聽到 這是人家被罵 然後是那個俄羅斯的口音 然後她就說 喂... 我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我寶寶 她是發燒 她快死了 她死瘋了 她如果有飼料的話 怎麼辦 我怎麼辦 我寶寶怎麼樣 她說為什麼我現在 不是要看... 就是不難看醫生 這個不是急診嗎 急診不是要馬上看嗎 然後這樣... 醫生罵那個狐狸師 然後我覺得那個狐狸師 超級...可憐 我就說... 然後... 後來那個狐狸師 就是跟他... 就是很兇 他是跟他說 小姐 你躲下來 這個不是你的醫師 你醫師還在忙 然後其他的你不能看 這個就是台灣 我們不是俄國 好不好 你要追蹤台灣的規定就對了 然後... 如果你不想等 你可以去看別醫院 反正你醫生還在忙 所以你好好等就可以 你的寶寶不會死 不會怎麼樣 我們是已經檢查過了 所以不用這麼怕 好不好 你安靜一點 然後就是一直 過了幾分鐘就開始罵 就又開始罵了 應該不是俄羅斯女人的問題 應該是媽媽 對,每一個媽媽都會這樣 每一個媽媽都在急著 我之前回德國要延長我的護照 班信的護照 然後我去那個辦事處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生活都滿無聊 然後他們都遇到一些可能 比較嚴肅的德國人 然後我看到那個 我進去那個小姐那個公務員 她就臉色... 我覺得滿臭的 其實很多德國工作人員的 臉色都一直滿臭的 他們都會微笑 你臉也很臭啊 不是 那個是否五官的問題好不好 那個...OK 不是德國人 他平常臉不是也感覺滿顏色的 對啊 我覺得你也是挑人惹 不然呢 柯榮哥講話你好像都很安靜 沒有,我覺得柯榮哥的臉都超可愛 討人了 對啊 他完全沒有被你講像那麼恐怖的人 好不好 反正我就是進來 然後發現他的臉色有點不好看 可是我已經習慣跟台灣人相處了 所以... 我坐下來 我就開始跟他有點... 就是... 拉近關係 就覺得... 這邊... 今天可能比較辛苦吧 不好意思啊 什麼... 一定... 這種小說 德國人平常不會做小說 所以我開始跟他小說 然後微笑 他突然變得好像比較開心 然後... 我... 對,我發現他好像... 滿想要跟這種人相處 但你那一天怎麼了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因為我其實... 因為我的那個問題比較急 我怕... 通常好像需要兩個禮拜的時間處理 可是我好像只有三天的時間 他只是要拉關係 根本就不真心了 對,但是... 但是這一招平常德國人 不會這樣子拉... 就好好關係 但是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是... 後來還是沒辦法那麼快 我要付多一點錢 可是他至少... 他只要很耐心地聽我... 聽我講我的問題 對 所以通常德國人 根本不會想聽你的問題 他們就... 就是這樣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可是他就是比較耐心地聽 所以對德國人軟一點 有的時候比較有用 但歐洲人好像在吃飯這方面 你們會比較硬 而且很挑食 像... 我知道如果你跟義大利人 說你要把鳳梨放在你的披薩 對... 他比較跟絕交耶 可是歐洲人穿在披薩上 不是這樣 披薩好玩耶 夏威夷披薩 這個好好吃哦 是吧 我最喜歡加弄的 可是... 義大利人就無法接受 不能接受 為什麼不行 而且小小 他是超級挑食的 所以你要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們之前都一起在外面 然後我們說 那我們該吃什麼呢 因為... 吃這家店好 他說 不行 這裡不健康 好,吃這家店好 他就是中愛火鍋吃到飽啊 我的天啊 然後他會說 沒關係,我們不用吃 我不用吃你們吃 但其實你會覺得 我們吃你不吃 這樣很奇怪 很奇怪 對啊,所以我們就是要配合他 就是... 喔... 沒有... 沒有 你不用配合 你自己開心就好了 真的 我... 我每次都... 但是說... 因為... 我說話算話 如果我說你們可以吃 你們真的不要考慮到我的感受 沒有啊,因為我們是貼心 我們是... 你不開心 那我配合我 因為你們配合我 可是我知道你們心裡面就是 那你是個小小的真的很麻煩耶 對啊 不想造成你們的麻煩 你們... 你們做你們好久 對啊 你們做你們自己就好了 不是... 因為你們... 你又不想造成那麼麻煩 可是你也沒有想要把這個問題解決 因為這樣... 會啊... 我就說你們... 你們先吃我等一下可能在... 便利商店買一些我自己可以接受 不是啊 大家想要一句話而敗嗎 不可以 要開戰 沒有,我覺得德國人感覺就是很不隨和 對,因為你如果... 不是,他就是說... 台灣人會覺得說 算了,大家就一起吃 對 沒有,他就覺得我不用配合你 你去做你的事 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事 你不要管我 我們待會碰面 可是這樣別人會很尷尬 對 對 在俄羅斯有一個方面 你一定... 你的態度一定要很硬 如果你找到了俄羅斯的女生 女朋友 你就需要跟他... 你的態度跟他需要比較硬 因為他會覺得 你... 如果你的態度不硬的話 就... 你... 他都不會考你 而且如果... 你不是一個男人 對,沒錯 所以... 還有... 如果你的態度不硬的話 就... 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因為他也會覺得 你不太會轉錢 因為什麼人都會騙你 對 對 對 所以跟女生的關係的話 你一定要很硬 有,上次你老婆來的時候 就其實... 他說俄羅斯的老公其實都很... 就他隨時隨地都要監控老婆在哪裡 然後都要...就是很大男人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你們會不會受不了 他說不會,其實他們很愛男生 很習慣的 很享受 對 老實反而覺得男生要硬起來 對 如果你要要求一些 你工作上的一些比較好的條件 或者加薪什麼的 你都是要非常非常的硬 不然就是... 你永遠拿不到 是可以拿到的 可是其實 你的老闆就不會... 一直都不會理你 我覺得台灣是相反耶 會不會 因為你如果加薪 你跟老闆很硬 他不會跟你加 你要說什麼家裡有困難 對 對,你反而是相反對不對 你要講說 就是說如果你提出你工作上 實際的成績 反而就是不會成功 對,因為他這樣也不好意思 不跟你加薪 他看起來他很爛 如果他不加薪 可是義大利的 他會說 像我之前那個義大利老闆 我跟他說 老闆,我這個錢 我真的做不到什麼 這個很難耶 然後他說 我知道,我知道,OK 下個月我就會幫你加薪 然後你就來台灣 累積了好多個月 沒有,老闆快 累積了好多個月 後來我就跟他開始說 老闆,如果你不加薪 我可能要離職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錢 然後他跟我說 老闆的心理 然後他跟我說 好,下個月 還是拖 他一直拖 所以我怎麼做到的 我就有一天 就很勇敢的 又有點害怕 他說老闆,不好意思 我做到這個月 然後我就離職 那他是不是從了到尾 就根本沒想幫你加薪 對 他一直沒有錢幫你 可是我一定要說 我離職,結束了 他說,好 好,OK 他就立刻加薪 從當個月到馬上 可是他其實拖了一年 哈囉,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